奶奶 看着眼前逐渐开始恢复气色的奶奶 李楠简直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喜悦 抱住床上的奶奶便开始哭 而苏宇也是缓缓地收了太乙神针 不得不说 小说的世界就是神奇啊 癌症死期都能通过扎一针来解决 有时候苏宇甚至在想 这帮小说作者这么无脑地吹嘘针灸的作用 倒是出于朴素的中医情怀呢 还是在反向黑中医 反正现在什么都别管 这一针癌症就好了 没毛病哦 楠楠 奶奶缓缓地叹息说道 这声音一听就像是个活人的声音了 奶奶 李楠看着自己奶奶说道 我这是在哪呢 我这是到了奈何桥了吗 奶奶 你没死 你还活着呢 活着 我还活着 闻言 这奶奶缓缓地叹起身子 看着周围 奶奶 是苏 可可嗨 嗨嗨嗨嗨嗨嗨嗨 一听李楠差点给自己抖出来 苏宇急忙咳嗽 更是害怕李楠听不懂 便死命地咳嗽 差点给废咳嗽出来 是苏来以神医著称的叶辰啊 您看 李楠指着那边低头沉思的叶辰说道 嘶 这玩儿 后脑勺咋嫩大一个包呢 李奶奶看着叶辰 疑惑地问道 扑痴 闻言 柳如烟忍不住笑了出来 笑什么 不许笑 苏宇狠狠地瞪了一眼柳如烟 可能 这就是神医的特色吧 李楠跟着说道 这 这怎么可能 你这是什么江湖邪说 苏宇气急败坏地指着叶辰质问道 说完 又赶紧拿起变声器 变身叶辰 哼 这是中医术 你懂什么 说完 苏宇看了一眼旁边还在嗑瓜子的柳如烟 那个气简直不打一处来 死人一样的无动于衷 该你上台表演了 知不知道 我踹 苏宇狠狠地踹了柳如烟一屁股 哎呦 柳如烟被踹得站了起来 你 柳如烟刚想要骂苏宇 结果被苏宇怒目瞪了回来 哦 对了 该自己演戏了 吐了吐舌头 柳如烟轻了轻嗓子 惊诧地看向叶辰说道 你说什么 中医术 难道是那个失传已久的中医术 嗯 不错 不错 每当主角装臂之后 就必须要有一个路人出来 进行解释 用一个比喻来形容的话 主角装臂就像是主干 配角进行膜拜惊叹 并进行解释 就像是装饰 没有这些装饰 主角装臂就显得的空落落的 有了这些装饰 主角这个臂装的才圆满 柳如烟这波演技 我给个75分 柳如烟一边演 苏宇一边在旁边给打分 中医术 玉子忧在旁边答应道 同时一脸茫然地看向了柳如烟 这自然也是苏宇安排好的 毕竟 按照原本的剧情 这里应该是有同班同学 来做路人惊叹这件事 但是现在没办法 事发突然 找不到同学来 就由玉子忧临时担任一下 好了一个同学 也是同学吗 再说了 这是凝和的剧情 关我苏宇什么事 又不纳入完成度考量 只要能凑合下去就行了 没错 柳如烟浮了一下并不存在的眼镜 中医术是一种已经失传已久的医术 传闻之中 掌握这门医术的人 可以使白骨复生 乾坤逆转啊 柳如烟惊叹地说道 哎 行了 行了 这是什么刚大的台词 这怕不是来黑中医的吧 苏宇站在一旁 都有些听不下去了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掌握这种级别的医术 苏宇死死地盯着叶晨 自己这个反派演的 充分地表现了 对主角装逼成功的惊讶 不可置信 以及恼羞成怒 苏宇对自己的演技很满意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嗯 待会写日记 夸一夸自己的演技 哼 井底之蛙 叶晨说道 这语气中 带着三分凉薄 三分漫不尽心 三分不屑 一分可怜 你敢骂我 苏宇恼怒地冲向了叶晨 随后 自己主动释放了一道真气 并让这段真气现行出来 让大家都看到这一道真气 并让大家都看到自己 被这一股真气给击中到底的 你 倒地的苏宇不甘心地指着叶晨 却也无可奈何 嗯 很好 自己的剧情终于结束了 倒在地上的苏宇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自己的加班终于结束了 哈哈 自不量力 叶晨冷冷地说道 说完 苏宇看了一眼 还在嗑瓜子看戏的柳如烟 哎呀 这臭婆娘怎么回事 这么爱嗑瓜子的 你等着 我待会让你嗑个够 苏宇心里一肚子火 抬脚过去 又给柳如烟踹了一脚 干 嗨嗨 你 你敢打你少爷 柳如烟看着叶晨震怒地说道 哼 井底之蛙 不想死的话 就把嘴闭上 文言 柳如烟淡定地坐下 行了 自己的剧情结束了 MD 就这么一句的台词 又踹自己 坏人 这直接给一旁的李楠看傻了 这一顿又打又踹的干啥呢 可能这就是剧情吧 楠楠 这点并对我来说 根本不值一提 以后还有什么困难 大家可以随便来找我 苏宇拿着便生气说道 啊 自己感觉有点恶心 李楠皱了皱眉头 行了 收工 苏宇说吧 从地上站了起来说道 文言 玉紫幽和柳如烟 纷纷站了起来 苏宇扛着叶晨 三个人便准备转身离开了 这就走了 楠楠 留他们吃个饭吧 李彩霞看着的几个要走的人 对自己的孙女说道 虽然他看不懂这几个人 刚才搁那半天捣过啥呢 自己愣是没看明白 但他知道 应该是这几个人救了自己 自己多少得表示点感谢 不用了 我们还有事 就先走了 柳如烟转身拒绝道 快去 送送他们 李彩霞对自己的孙女说道 他活了一辈子人了 一眼便看出 这几个人的肤色 就不是寻常人家的人 估计是看不上 自己家里这点饭菜 自己啊 心意到了就行 哦 好好 其实不用他说 李楠也会这么做的 顺便 他还打算改天去 好好地登门拜谢一下 毕竟 这可是救命之恩啊 下了楼 苏宇随手将叶晨丢在地上 便坐上车离开了 而柳如烟 更是给自己老哥 发了一个短信 让他过来领叶晨 片刻之后 柳天一到了 家主 追寻过来的柳天 一一眼便看到了 被丢弃在地上的叶晨 家主 你没事吧家主 柳天一抱起叶晨 很是紧张地问道 忽然 柳天一发现 叶晨的后脑勺 肿得跟枕头一样 卧槽 这是谁干的 下手这么狠 看着叶晨连续遭到 中击的后脑勺 柳天一傻眼了 好在 叶晨也是个修行者 这点伤不会致命 只是将他拍晕过去而已 但这也让柳天一很好奇 叶晨可是半步结单的强者 到底是谁 居然能用一块板砖 就给他拍晕过去 算了 自己还是想先办法 给他把病治好吧 柳天一看着怀里的叶晨 感觉很是无奈 哎 这家主 孔女 被绑架 后脑勺被中击 这还能要吗 柳天一不由自主地 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哎 算了 认了吧 车上 苏宇摘下脸上的面具 拿起手机 便开始写日记了 哈哈 假班终于结束了 呼呼 一个人分饰两绝 真是累啊 但 不过 今天要给柳如烟记上一过 好几次剧情节点 一点反应都没有 死人一样 还得我踹它 才有点反应 又给老娘记过 那我也给你记 看到日记的柳如烟 气不打一出来 狗东西居然还给自己记过 我不就稍微懈怠了那么一下 你就给我记过 好 那我也给你记 柳如烟拿出自己的小日记本 也开始给苏宇记 8月20日 苏宇记我的过错一次 特辞给苏宇记筹加一 8月20日 苏宇记我的过错一次 特辞给苏宇记筹加一 8月20日 苏宇记我的过错一次 特辞给苏宇记筹加一 一连写了三次 柳如烟看着自己的日记内容 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记我一次过 我就记你三次 哼 正坐在前面开车的玉紫悠 在听到这一段日记之后 也是淡淡地笑了笑 不过 接下来的内容 他可就笑不出来了 为了庆祝今天的加班结束 我决定 今天要去找个小姐姐 一起来玩一玩 今天说什么 也要楚男毕业 MD 我看以后谁敢嘲笑我 臭 丁 您的日记强化成功 您获得奖励 妖子强化加酒 呜呼 久违的奖励啊 来得好 苏宇摩拳擦掌 准备大干一场 而看到这条日记的玉紫悠 神情一个晃荡 差点给车开到树上去 急得他赶紧一个刹车 将车停在了路边 少爷 决定找个小姐姐来玩 你 喂喂 怎么回事 一惊的苏宇抬头问道 抱歉 少爷 行了 追点 赶紧开吧 苏宇没有太在意地说道 而一旁的柳如烟 看他的眼神却已经变了 今天 楚男毕业 还找小姐姐玩 感觉今天要有好戏看了 柳如烟的吃瓜之魂 已经在熊熊燃烧了 他决定 待会就去买上几个西瓜回来 今天这个瓜 说什么都要给他吃明白了 而正在办公的张如月 在看到这条日记之后 顿时没了办公的念头 哦 小家伙终于按耐不住了吗 妈 不过这也是 毕竟正在年纪里呢 张如月用手中的笔 不断地敲击着桌面 他在思考要如何来阻止苏宇 而丝毫不知道自己的行为 产生了多大影响的苏宇 正在和三九聊天 三九这名字 一听就知道是个代号 不过像他这种人 也肯定不愿意 以真名示人就是了 三九给他发了几千张照片 在选择的时候 忽然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苏宇拿起手机一看 发现居然是苏良平打来的电话 卧槽 自己老爹给自己打电话了 苏宇顿时明白 此事非同小可 毕竟 自己老爹的电话 已经好多天打不通了 自己只知道 外面正在发生一场激烈的争斗 虽然 这个争斗是以前没有过的剧情 喂 苏宇拿起电话答应道 宇儿 天晴了 快来江城第一医院 电话那边是陈淑云的声音 听到自己母亲的话 苏宇脸色一变 点头答应道 好 你爹他 哎 算了 你来医院了 咱们再说吧 好 苏宇答应着 娘娘挂了电话 去第一医院 苏宇对于紫悠说道 明白 很快 车子便来到了江城第一医院 苏宇从车上下来 急忙冲了进去 很快 便来到了自己父亲单独的病房 这是一个单独设立的 建造在地下的病房 一路上关卡无数 甚至有不少修炼者在看守 一路地来到病房里 苏宇一眼便看到了 躺在病床上的父亲 和坐在旁边落眼泪的陈淑云 苏良平的身上 缠着不少的白布 脸色惨白 看上去伤得很重 一瞬间 苏宇多少有点猛 要知道 自己父亲可是个普通人 这是谁干的 苏宇很想知道 过来了 雨儿 你爹被人打了一枪 那颗子弹 距离心脏就几毫米的距离 差点就命没了 陈淑云拉着苏宇 哭着说道 自己父亲 被人打了一枪 那么多高手保护 居然还能让人有这种空隙 苏宇感觉是不是有内鬼 行了 别哭了 你去吧 让我和雨儿说几句话 苏良平说道 随即 陈淑云摸着眼泪离开了 片刻之后 房间里便只剩下了苏宇 和苏良平两个人 雨儿 苏良平看着苏宇 从旁边拿出两张纸 递了过去 第一张纸苏宇看了一眼便明白 自己老子生了 以后 应该叫苏公了 另外一张 则是一个诏令 要自己父亲启程去京城 你一定很好奇 那么多人保护我 怎么还能让我受伤是不是 苏良平看着苏宇问道 文言 苏宇点了点头 这事 他怎么可能不好奇 他甚至有点愤怒 那么我告诉你 这一颗子弹 是我打的 苏良平淡淡地说道 什么 听到这个消息的苏宇 惊诧不已 疯了 苏良平自己给自己一枪 嘘 你小声点 别让你妈知道 苏良平急忙说道 吃药是让你妈知道了 非得叨叨素我不可 她刚才已经在我旁边 骂了三个小时的人了 我真不知道 要是告诉她实情 她得怎么骂 苏良平叹息一声地说道 这倒也是 要是让老妈知道这件事 后果太美丽 苏宇都不敢想象 行吧 我不和我妈说 那你干这事是为啥 苏宇不解地问道 苏良平没说话 指了指那张照令 顿时 苏宇明白了 为了不进京城 记住 我死以后 就算龙爷说要和你共天下 你也不准进京城 知道吗 苏良平交代道 爸 你说什么呢 苏宇多少有点惊了 干啥 怎么忽然这么不按常理出牌 我这句话 你要牢牢地记在心里 苏良平看着苏宇 很是认真地说道 明白 苏宇点了点头地答应道 嗯 很好 苏良平点了点头 又重新躺了回去 听说你抓了左家的一个树出的女子 名叫左云露 有没有这回事 点了点头 苏宇答应道 是有这么一回事 把它放了吧 左家这次 可是为我立下汗马功劳的 行 苏宇一口答应道 看到自己儿子接连两个事情都答应得很好 苏良平决定放个大招出来 对了 你什么时候能让我抱上孙子 苏宇 爹 你说啥呢 苏宇金的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怎么忽然就说起这个话题了 哎呀 你又不是黄花大闺女 怕啥 苏良平这个恨啊 那叫一个恨铁不成钢啊 儿子怎么就没点哪方面的事呢 自己下属老张的儿子 那风流债惹的 哎呀 老张回回见到自己都抱怨这事 苏宇是咋回事 就不能惹点风流债回来 别人的儿子都有 为啥我儿子没有 爸 这个 咱聊点别的行不行 苏宇总感觉和自己老爹聊这个话题 不是一般的管 他现在想要赶紧停止这个话题 唉 不聊这个 你想聊啥 今天喊你过来 这个事情必须说清楚 苏良平伸出手指 敲的一旁的桌子 当当当的响个不停 完了 自己老子那副官老子的派头 又要拿出来了 看到苏良平的这副模样 苏宇就感觉头大 以前轮回的时候 也看到过他这个样子 每次都挺让人不爽的 说 什么时候能把这个事情给办了 给我拿个预算方案出来 需要什么东西 你张口 苏良平霸气的说道 苏宇 爹 这生孩子的事 又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这又不是商店买东西 苏宇感觉很无奈 以前的苏良平 好像也没有这么急着催这事 这回这是怎么了 怎么催得这么急 宇儿 这强扭的瓜虽然不甜 但是充饥 解渴 你看那个瓜了 你倒是扭 你这自己也不扭 强扭你又不乐意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那个 苏云 你竟然说两句 苏良平无奈不已 他身上有伤 不能太有情绪 不然的话 他高低的拿出苏公的派头 来把这个任务 给他强制推行下去不可 爸 这 苏宇也没啥话 可说得了 毕竟苏良平都把话说到这了 等着 我待会回去 就想办法找人下手 行了 你歇着吧 说着 陈淑云走了进来 听着 这件事 我已经和你爸站在统一战线了 没得商量 这段时间 必须得解决了 陈淑云霸气地说道 嗯 没错 没错 苏良平在一旁点头答应道 啊 好家伙 你们夫妻两个合伙 欺负我一个人是吧 妈 你们这是 夫妻合伙欺负我一个 是啊 怎样 不行 你也给自己找个帮手呗 陈淑云傲然地说道 苏宇 打不过多找几个也行的 苏良平在后面帮腔道 陈淑云文言 狠狠地瞪了苏良平一眼 总之 这几天 你爸都得在床上睡着了 这件事 就由我来监督操办 你爸负责场外辅助 陈淑云毫不客气地说道 嗯 情况不对 苏宇感觉到了一丝异样 这莫不是 新的剧情点开始了 听到这 苏宇有点回过未来了 这应该是给自己找媳妇的剧情开始了 按照剧情 自己最后会被安排一个富家女子 那女的 长得还行吗 颜值评分 好像是85 名字叫花云 这种小说 都喜欢用评分的方式来形容颜值 一是可以节省点形容词 二是简单直观有对比 在自己之前轮回的时候 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熟的不能再熟了 毕竟按照剧情 要是自己不想乱搞的话 能让自己碰的女人实在不多 花云算是必有的一个 没错 苏良平点点头 承认了这件事 啊 这 苏宇一时间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 这个剧情开的时间点不对啊 不应该是 现在开找媳妇这个剧情吗 四 怎么感觉剧情提前了好多啊 怎么肥四 从地下出来 苏宇多少有点郁闷 坐上在外面等自己的车 苏宇叹息一声 拿出自己的手机写起了日记 MD 老爹居然要开始给我找媳妇了 这剧情怎么跳得这么快 好奇怪啊 哎 不过也是好事 这下可以正大光明地 从楚男毕业了 这以后 我倒要看看 谁还敢笑话我 花云 我来了 嘿嘿 卧槽XM 而看到这一条日记 不知道有多少人发出了惊叹 居然到这种剧情了吗 柳如烟黑黑一笑 她在等着看戏 玉子忧则是满脸的错愕 张如烟皱了皱眉头 嘴里嘀咕着 花云两个字 啊 这 看着手里的日记 正在拍摄现场的花云 惊叉不已啊 这 试到我的剧情了 卧槽 我TM就是那个苏宇的媳妇 而且 按照剧情 她是从我这楚男毕业的 死 没办法 苏宇的这次日记 完全是想到哪写到哪 很多有关剧情的关键信息 根本没有透露 她也只能从这些字里行间里 去寻找线索了 哎 你呆愣着干什么呢 开拍了 远处 导演一声吼叫 让花云不敢再思索 答应一声 便急忙走了过去 不行 自己都调查一下这件事了 如果说之前的花云 一直都是在以看戏的心态 看待其他人的剧情的话 那她现在可就淡定不起来了 毕竟 这回可是落自己头上了 丁 您的日记上传成功 获得奖励 十点魅力值 魅力值 加颜值吗 苏宇照了照镜子 失望的摇了摇头 可能是自己太帅了吧 这点东西 根本看不出来效果呀 图片 喂 这个东西你打算怎么办 苏宇正在车上坐着 便收到了两条微信 图片里的人正是左云路 放了吧 苏宇回复道 自己老爹刚才叮嘱过自己了 这个病交 那就放了吧 就是得加强对夜晨身边的安保力量了 不能让这个病交有机可乘 很快 车便开到了别墅门口 啊 久违了呀 看着自己熟悉的地方 苏宇感觉很舒服 待会让我好好的睡一睡我的床 久违了的地方啊 忽然 苏宇的手机响了 他拿起手机一看 发现是自己老妈打过来的 完了 感觉不是啥好事 但苏宇还是接通了电话 喂 你现在在哪 我带着乡亲的资料 马上就过来 我在别墅 苏宇回答道 看样子 是剧情点了 很快 陈书云便抱着一个大箱子跑过来了 箱子里都是他给自己儿子准备的相亲对象的资料 自己看看吧 这些里面 你挑上那个了 陈书云甩下一大答的照片说道 来了 来了 众多小说电视剧的经典桥段 好 那么 这算是来到自己熟悉的领域了 这一段算是个剧情 已经对楚梦摇音爱生恨的自己 根本对这些女人没有什么兴趣 结果被自己老妈强行安排了相亲 最后在多次相亲之后 自己老妈忍无可忍地 强行塞了一个给自己 也就是花云 妈 我对这些没有兴趣 苏宇推掉了面前的照片 叹息一声说道 唉 这么多妹妹被自己推掉了 我心好痛 但是为了剧情 我TM忍耐 干得漂亮 少爷 站在苏宇身后 事后的玉子幽默默地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你这是什么意思 陈淑云眉头一挑地质问道 哎呀 妈 这种事 你不能强求 嗯 没错 现在就是自己推托 接下来的相亲也是胡来 最后 陈淑云强硬地塞给了自己一个 四 今天的台词对得意外的流畅啊 和跟那帮女主对戏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的顺利啊 好奇怪啊 怎么不能强求 你一个男的 你怕强求 陈淑云说道 行了 明天就给我去相亲 争取明年让我抱上孙子 妈 别喊我妈 这件事没得伤了 陈淑云冷着脸地说道 哎 虽然这场戏 自己已经演过好多次了 但还是感觉好烦啊 自己这个温柔的老妈 一如既往的 在这场戏里 这么的强硬啊 行吧 那就准备准备去相亲吧 按照剧情 自己这个顽固富二代 多少有点烂泥浮不上墙 二十几岁了 父母的话 还是不敢不听 等等 忽然 就在苏宇决心都下好了的时候 玉紫悠忽然说话了 嗯 姑娘 这里没你的戏啊 你为什么冒头 我觉得 您应该考虑考虑少爷的感受 玉紫悠有些胆怯 但是又大胆地出言说道 这种事情 应该是两个互相喜欢的人 因为爱而产生的结果 而不是单纯的任务式的完成 卧槽 谁叫你说的这些话 说得真好啊 虽然不是剧情里该有的台词 但是你能不能多说点 说得真好 我不方便说的 你都帮我说了 哦 你是谁 陈淑云看了一眼玉紫悠 淡淡地拿起桌子上的茶 喝了一口的问道 她叫玉紫悠 是我的侍女 苏宇说道 哦 一个侍女 陈淑云的眉头挑了挑 什么时候 一个侍女也敢挑衅自己了 收拾收拾东西 走人 陈淑云霸气地说道 等等 苏宇急忙喊停 妈 这是我的侍女 你要是要责罚的话 不如就责罚我教管不力吧 少爷 看到给自己出头的苏宇 玉紫悠的心脏一个大跳 完全没有想到 感觉这个时候的少爷好帅 看到以前顽固无能的儿子 居然为了一个侍女 出头顶撞自己 她刚想要出言呵斥 但看着玉紫悠的模样 眉头却又舒展 露出了一丝玩味的笑容 原来如此 有意思啊 这两个人 一个侍女 敢出言顶撞 不择罚可不行 陈淑云淡淡地喝着茶的问道 这样吧 就由你来帮苏家生一个孩子吧 啊 玉紫悠猛了 噗 不行 不行 可可爱 苏宇一口茶水 直接喷了出来 怎么样 只要你能为苏家延续香火的话 虽然你出身低微 不能娶你 但我可以保你下半辈子 有你想象都想象不到的荣华富贵 如何 陈淑云饶有趣味地看着玉紫悠问道 我 我 我 玉紫悠一个字卡在嘴里半天 就是吐不出来 我说的话句句属实 你不用怀疑 我实现我说的话的能力 陈淑云进一步挑弄地说道 这个 玉紫悠脸色一红 手指不安分地躁动 自己儿子和这个侍女之间果然有问题 臭小子 你可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 你那点事 我能看不出来 陈淑云轻哼一声 淡然地开始继续喝茶 喂 你在犹豫什么 这种事 可没有答应的理由吧 看着玉紫悠的样子 苏宇多少有点头大 嘿嘿 您再开玩笑吧 苏宇见状 只好硬着头打圆场地说道 我可没有开玩笑 陈淑云一句胡又给苏宇顶了回去 卧槽 刚说自己老妈很准确地踩在了剧情点上 这忽然就给了自己当头一棒 苏宇内辛苦 但苏宇不说 啊 这 那个 我能听一听 是什么样的荣华富贵吗 玉紫悠咽了一口口水地说道 苏宇 你不对劲 你很不对劲 一辆私人飞机 随时想去哪就去了 几百辆豪车 最低起价三百万吧 十几栋楼 几个亿的存款 大概就这点吧 别嫌少 如果多生几个话 还可以在家 陈淑云淡淡说道 我 我不同意 苏宇猛一锤桌子 站起来说道 是时候了 自己是时候站出来了 再不站出来 剧情就要往奇怪的方向 一路狂飙突进了 玉紫悠 不 其实我同 妈 你这也太欺负人了 孩子是父母爱的结晶 怎么能用价钱来衡量 而且 你这是违法行为你知道吗 苏宇痛心疾首地说道 是吗 陈淑云依旧是风轻云淡的模样 臭小子 开始装了是吧 不是 我的意思是 玉紫悠还想挽救一下自己的私人飞机和豪宅存款够了 不用再说了 我是不会同意的 我怎么能你受这种苦 别怪我 玉紫悠 为了剧情 我不能这么做 你也不能这么做 玉紫悠 少爷你在干什么 你在挡我的财路啊 你知不知道 玉紫悠急了 但他急也没有办法 他每次想要说话 都会被苏宇给阻止了 恰好这时候 一阵叮铃铃的声音响起 陈淑云的手机响了 看了一眼手机 陈淑云随即起身离开 行了 我还有点事 咱们以后再谈这件事吧 说吧 陈淑云便转身离开 看着离开的陈淑云 玉紫悠的心碎了一地 你为什么要阻止我 我的私人飞机 我的豪车豪宅 我的存款 我 都没了 而看到自己老妈离开的苏宇 长出了一口气 MD 还好自己机智 不然剧情又要崩 某间咖啡厅里面 苏宇和一位美女对事做 这女的名叫林月 是她的一个相亲对象 在她的旁边 玉紫悠也在淡定地喝着咖啡 那个 出来相亲的话 带着自己的仆人 是不是不太好 女生小心翼翼地问道 不行 没人在我旁边伺候我 我连机票都不会买 苏宇大刺刺地坐在哪说道 一边说着 一边还伸手 在挖自己的鼻孔 整个形象要多没谱 就有多没谱 MD 比老娘还没谱 林月看着苏宇的样子 心里的厌气 简直都快写在脸上了 如果不是看在苏宇的家时 她早翻脸了 她的家里也是权贵 虽然远比不上苏宇家里 但是也不差 从小就是娇生惯养长大的 从来没有人敢在她面前这么放肆 今天见到苏宇 算是把她这二十几年的委屈 都受够了 她什么时候 对别人这么委屈求全过 哦 那么你真厉害啊 林月阴阳怪气地说道 她受不了眼前这个人了 要不是自己父母罕见地 给自己压力 让自己必须来 自己死都不会看这种人一眼的 和这家伙一比 自己哪里算什么顽固 自己简直是优秀模范 哎 你说什么呢 我不喜欢 给我把这句话都说回去 苏宇站起身来 用近乎命令的语气说道 怎么了 我夸你还有错了 林月继续不依不饶地 阴阳怪气地说道 没有问题 苏宇伸了一个懒腰 然后不说话 就开始在这干耗着 大家大眼瞪小眼 一直到林月耗不住了 主动起身离开 哎 把胆买了再走吧 苏宇见状 急忙地上账单说道 你 林月被苏宇的无耻 彻底气到了 拿起包包转身便走 看到转身便走的林月 苏宇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这几天 她已经像这样 拒绝了几十个这样的人了 按部就班 剧情完成得很顺利 接下来 就应该是自己老妈 给自己下最后的通牒了 到时候 花云应该也就出场了 感觉最近的剧情很顺利啊 心情都感觉好了不少啊 走吧 苏宇一边说着 一边转身 带着玉子忧离开 然而苏宇刚站起来 便看到自己老妈 一脸难看的脸色走了进来 剧情点 来了 回去 陈淑云怒斥到 苏宇转身坐了回去 随即 陈淑云便坐在了苏宇的对面 你最近故意的是不是 陈淑云很不高兴地说道 哎呀 妈 我根本就不想想起 苏宇无奈地说道 哼 那你想干什么 陈淑云冷着脸地问道 当然是想完成剧情 赶紧run啊 不过 这话也就只能在心里说说了 随即 陈淑云冷冷地拿出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人正是花云 看到照片上的人 苏宇的心里一下有数了 嗯 看来是剧情点到了 准备准备 和他结婚 陈淑云没有商量余地地说道 啊 果然来了吗 上一次的刺客被刺杀 让自己遗憾的 还保留了一段时间的统真 这一次 可终于是要来真的了 真是十人族门口求合影 才到家了呀 嗨嗨 不过 自己现在的人设 可是一个被强行逼迫 进行联姻的富二代 淡定 淡定 还得演好自己这个被迫接受 命运的富二代的戏 啊 妈 我不喜欢他 你怎么能把一个我都不认识的人 强行塞给我 苏宇表情痛苦地说道 哼 好啊 我听说你喜欢一个叫楚梦瑶的 还把他弄过来 强制结婚 结果被一个叫叶晨打断了 那和他怎么样 陈淑云喝了一口咖啡 淡淡地问道 楚梦瑶 那可是主角的后宫 你给我弄过来干嘛 不行 不行 得拒绝 哼 苏宇冷哼一声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好马不吃回头草 我现在已经对他没兴趣了 哦 陈淑云的眉头挑了挑 有意思 这可不像是自己之前那个顽固舔狗的儿子样子 哼 一个敢多次拒绝我的女人 给脸不要脸 我也没有死缠烂打的必要了 苏宇冷冷地说道 想不到啊 自己这个儿子忽然有志气了 那就他吧 我看挺好的 家世也比较合适 样貌也还端庄 陈淑云指着花云的照片说道 妈 我 行了 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和你爸都选定了 总之 这个婚你先结了再说 至于你有什么你喜不喜欢的人 后面再说 陈淑云霸气地回答道 妈 这样对他不公平 苏宇回答道 公平 我们就是公平 陈淑云淡淡地说道 好 说得好 这话说得真像个反派 苏宇默默地在心里点了个赞 这 苏宇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行了 这件事就这么确定了过几天 我就安排你们见一面 陈淑云说道 好吧 苏宇装作无可奈何地接受说道 看到儿子的样子 陈淑云的心里多少也有点难受 他忽然有点后悔 感觉自己是不是应该尊重一下儿子的意见 不过 随后他又将这个念头甩掉了 不行 传宗接代的事情 绝不允许什么心慈手软 苏家偌大的家业 岂能后继无人 9月3号 晴 今天 终于来到一个重要的剧情点了 我妈要给我强行派发媳妇了 哈哈 花云小姐姐 我来了 哦 对了 我记得 叶晨好像也在这一段 有剧情来着 对 就是有剧情 适合一个叫李诗涵的 也是个娱乐圈的大明星来着 这个李诗涵的设定 那可是老套路了 没有绯闻 凭借演技爆火 处女生 天然呆 种种buff叠加在一起 这妥妥就是主角的后宫人选啊 对了 他这个角色还挺有意思的 经常和花云一起拍戏 然而 花云还很小心眼 经常嫉妒李诗涵 给他使各种绊子 当然 这些都被李诗涵 给大气的化解掉了 毕竟主角的后宫嘛 怎么能使这种 见不得光的手段呢 他演女主角 花云演那个恶毒的女配 戏里戏外了 属于是 卧槽 这日记本上面 真的就什么都知道 自己真生活在一个 小说的世界里 花云感觉自己猛逼了 不自觉地看了一眼 正坐在不远处的李诗涵 发现李诗涵脸上的表情 和自己差不多 他也有日记 花云心头一惊 好家伙 这日记 真就人手一本呗 看着手里的日记 李诗涵感觉自己 也多少有点猛 自己居然也是夜诚的后宫 李诗涵的脸上 露出了极为难看的表情 他知道夜诚 甚至于他在日记本里 第一次看到夜诚 这个名字的时候 便已经偷偷地过去 调查过夜诚了 要论心机 谁能比得过他 但是他特别能装 他的茶艺 在整个娱乐圈 都是数一数二的那种 就是让人根本不知道 他是绿茶 是真正的大道无形 大音无声 当然 这可就害苦了 一直和他配戏的花云 每次都成为他的替罪羊 他总能把桃子摘了 把刺留给花云 最后再大度地出现 教训并原谅花云 好处全占光了 属于是 唉 一声叹息 花云摇了摇头 命运啊 另一边 回到家的苏宇 愉快地开始玩自己的黄油了 行了 自己现在就坐等媳妇来了 看着房间里 黄油完的不易乐乎的苏宇 玉紫幽多少有点焦虑 完了 这一下彻底决绝子了 剧情媳妇要来了 等着根木头 亲自对自己下手 那可真是鸭子睁眼 Duck不必 必 叮咚 玉紫幽的微信响了 拿起来一看 发现是女主群的消息 张如月 大家情况都了解了吗 Ad玉紫幽 楚梦幽 了解了 Ad玉紫幽 柳如烟 花云 这名字不错呀 Ad玉紫幽 张如月 这女的我知道 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心机 一般女的根本玩不过她 可惜人家家是好 一直都在娱乐圈有资源 Ad玉紫幽 楚梦幽 这个人我也知道 就是因为她的人品问题 所以虽然家里有资源 但是在娱乐圈里 一直都只能拿到女儿的资源 Ad玉紫幽 玉紫幽 你们老是Ad我干啥 张如月 就是玩 Ad玉紫幽 楚梦幽 就是玩 Ad玉紫幽 柳如烟 就是玩 Ad玉紫幽 玉紫幽 我靠 这帮人故意的吧 看着群里的消息 玉紫幽差点原地欺诈 真是一帮塑料姐妹 一点忙不帮 还禁弃自己 哼 不过 玉紫幽自己也没有什么办法 说起来 这件事是少爷的家事 自己也没有什么资格参与 嗯 说到底 自己关心这些干嘛 自己不过是一个小侍女而已 这样想着的玉紫幽 把自己丢上了床 用枕头一蒙自己的脑袋 便开始睡觉 很快 苏宇和花云便在各种撮合下 在一个高档的酒店里和苏宇见了一面 双方都来了不少的人 宴会的气氛很是火热 反倒是把苏宇和花云两个人 晾在了一边 花云坐在角落里淡定地磕着瓜子 对于自己接下来的命运 似乎毫不在意 看到坐在角落里磕瓜子的花云 苏宇起身坐了过去 这一段 是有他和花云之间的一点戏的 你就是花云 苏宇的语气很冷地问道 这家伙在演戏 花云一眼便看出了苏宇在干什么 好歹她也是个老演员了 这人是戏里戏外 她一眼就能看出来 是我 花云顺着说道 身为一个演员 入戏很快是她的优势 哦 这妹子 感觉有点意思啊 和剧情里的表现一模一样 没出任何的妖蛾子 看到花云的模样 苏宇很有兴趣 这家伙可没和其他人一样 给自己弄点妖蛾子出来 点个赞 我根本不喜欢你 我和你 不过是大人们的一场政治联姻 苏宇冷冷地说道 文言 花云没有说话 她又何尝不知道是这样呢 但凭他们又能改变什么 这可能就是出生权贵之家 所需要付出的一点点代价吧 你最好清楚这一点 苏宇说吧 转身离开 很好 完美 原著里 这段剧情自己也就这几句台词 估计是作者为了给后面自己 和花云的关系不好 做的铺垫 然而 苏宇刚起身 就被花云一把拽住了一副袖子 让我说两句吧 花云笑地看着苏宇说道 哈 姑娘 你这是干什么 别凭空给自己加戏啊 原著里这一段 你可是一句话都没说 演好你该演的戏 别给自己加戏啊 我不听 我不听 苏宇一边说 一边转身逃走 哼 你还想给自己加戏 想都别想啊 嗯 你跑什么啊 花云一愣 自己这话都还没说呢的 你怎么就跑了 你给我回来 听我把话说完 于是 苏宇在前面跑 花云在后面追 他跑 他追 两个人一路狂奔到了酒店的中庭 你 你别跑啊 花云被追得气喘吁吁地说道 你倒是别追啊 苏宇的情况倒是能好一点 但也没有好太多 垃圾系统 怎么不多 奖励自己点体质 进TM的给自己奖励强化妖子 现在好了 倒太多 跑步都差点被个女人追上 要不 咱们休息一会再跑吧 花云提议道 她真的跑不动了 我同意 苏宇点了点头 然后两个人就地坐下 开始休息 你听我说 花云口干舌燥的 说完这四个字 便不得不停顿一下 不 我不想听 按照剧情点 你刚才不应该说话的 苏宇说道 嗯 等等 我是不是说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苏宇猛地反应过来 什么 花云一愣 她没有想到 苏宇居然会这么大大方方地 说出剧情这个事 按照她从日记里看到的内容来看 苏宇应该是不希望别人知道这个事情的吧 嗨嗨 我有说话吗 苏宇开始了自己的拿手好戏 演戏 花云 好家伙 我直呼好家伙 装傻充愣 这方面 还是你在行啊 我这个老演员 都得向你学习 其实 我不想嫁给你 是我爹 硬要我嫁的 花云直接地说道 他想要在两人之间 开诚不公一下 废话 我也不想娶好吧 但是剧 嗨嗨 但是我爹逼着我娶你 苏宇白了花云一眼说道 要不是剧情要求 我横竖得去主角的后宫里找点 那里可都是极品 那 我们假结婚吧 花云说出了自己一直以来想说的 假结婚 没必要 苏宇想都没想的 便选择了拒绝 不行 为什么 因为剧 嗨嗨 不为什么 好险 又差点说漏线 他应该没有发现吧 苏宇悄悄地瞅了一眼花云 然而 花云却是瞄懂 哼 肯定是因为剧情是吧 看到苏宇的样子 花云瞬间明白过来了 肯定是因为剧情 不然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了 可恶 要是按照剧情的话 自己岂不是要帮苏宇处男毕业 自己还想要谈一场甜甜的恋爱的 不 我先完了 走了 苏宇说吧 转身离开 怎么回事 怎么感觉这娘们不对劲啊 以前轮回的时候 他每次都是苦大仇深地嫁给自己 怎么这一次 非但没有感觉他苦大仇深 反而还有点逗逼呢 离开的苏宇没有回去宴会 而是直接回家了 嗯哼哼哼 苏宇一边哼着小曲 一边坐在电脑前 打开了自己的笔记本 久违的拿钢笔写一次日记吧 这好像是别人送的烂钢笔 十万块钱的好像 九月七号 请 刚刚参加完和花云认识见面会 我现在心情好极了 话说 主角那边应该也开始行动了吧 这一段的剧情也很简单 就是主角被一个星探发现了 受邀去拍一个电影 我们的主角当然不能同意了 毕竟我们主角是何许人也 你让他来就来啊 你再叫主角做事啊 当然 后面为了自己公司新研制出来的 要还是来了 当然 非常恰好的 这部电影就是李诗涵参演的电影 那部电影叫啥来着 哦 对 好像是叫 这个杀手有点热 MB 笑死爹了 就暗蹭是吧 剧情是啥来着 哦 对 剧情说的是 高棱女杀手李诗涵 为了完成某一个特殊任务 暂时接触在主角王小二的家里 最终 在任务逐渐完成的过程中 两人之间生出爱意 相亲相爱 没羞没臊的故事 嗯 大概就是这么个剧情 当然了 里面肯定还要有花云 做一个恶毒女配的戏份 还要有一个田里诗涵的男杀手 慕容离的戏份 话说 这作者可能这一段写的就不是很爽 因为他给主角安排的是慕容离的戏份 这只是个男二 怎么低 也得弄个男一的戏份 还差不多 以我这么多次轮回的经验来看 估计这作者是想弄得不那么僵质 毕竟一个没资源的新人 一进去凭什么拿到男一的戏份 可我觉得 你TM这题材 就是拿掉脑子之后看的 你还要啥自行车 直接给个男一的角色就行了呗 搞那脱裤子放屁的活 对了 李诗涵还为了夜沉 放弃了和男一的吻戏 还让演男一的演员吃了好多醋 哈哈 绝绝子 写完 苏宇和上了日记本 啊 这 正在看日记的花云眉头皱的麻花一样 因为此刻 导演刚给他发了一份电子版的剧本 剧情和日记里写的一模一样 这日记里 真就把接下来的剧情 预言得一清二楚的是吧 看着自己手机里的剧本 花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离谱啊 这个日记本 不知道李诗涵有没有看到最新的日记 一想到那个超级绿茶 花云的嘴角不自觉地抽抽 那家伙可太能装了 而且记仇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 自己就因为以前看不惯他 顶过他几次 好家伙 那是可静地追着自己干啊 知道为啥自己混了这么长时间 一次女主都拿不到吗 就是因为 他利用手里的各种资源 不给自己女主 而且是死死地将自己锁在他旁边 回回给他演恶毒女配 唉 干完这一场 自己欠的人情应该也就还完了 准备准备收手吧 按照那个剧情 自己是不是也就应该成了苏宇的妻子了 唉 无力啊 总感觉自己的想法 从来都没有被在乎过 自己也不是没有尝试过挣扎 但每一次挣扎换来的 都只有坏结果和更坏的结果 久而久之 他也就放弃了挣扎 随波逐流了 而另一边 看到日记内容的李诗涵 直接一句粗口爆了出来 卧槽 此时的他正在自己的房间里 在没有人的环境里 他彻底暴露了自己所有的本性 乱得像猪圈一样的房间 各种乱丢的烟头 苏利亚战场都没有这么乱 这TM的日记本是个玩意 李诗涵一句粗口爆了出来 反手拿出一根烟来 给自己点上 瞬间 鸟鸟的烟雾缠绕起来 CNMD 李诗涵直接粗话乱标 什么瞎JB玩意 他倒也不是感觉 这剧情有啥问题 换句话说 这剧情看着啥问题都没有 他就是单纯的想骂人 好 还有这种东西 有点意思 看到日记的内容 张如月微微一笑 最近 他正在投资娱乐圈 而且刚刚好 还就投资了这部 这个杀手有点热的电影 不如 张如月的心里 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随即 拿起手机 张如月 新闻都看了吗 at全体 这是他们心照不宣的黑话 新闻就是指日记 玉子忧 看过了 楚梦妖 你有什么想法 张如月 我想改变一下走向 滑稽 柳如烟 你要说这个 我可不困了 嘎油图片 楚梦妖 怎么个改法 张如月 我投资了那部电影 这个杀手有点热 我想让制片方改一下原定的演员 滑稽 楚梦妖 要做到这个 应该挺难的吧 这恐怕不是有钱就能做到的 张如月 怕什么 这部电影 基本就是靠着李诗涵那个流量明星撑着的 这听名字 就是个烂片的东西 你们不会以为导演是真的打算拍电影吗 柳如烟 你打算怎么改 张如月 想不想演女主角 Ed 玉子忧 滑稽 玉子忧 我看 明明是你想演女主角吧 老女人 微笑 卧槽 小表杂 你敢对我 张如月 被玉子忧对得不轻 老女人这三个字 对于现在的她来说 可是异常敏感的 柳如烟和楚梦妖 则是熟练地拿出了西瓜 准备开饭张如月 呵呵 有人急了 我不说是谁 滚 你才急了 玉子忧气得不轻 索性将手机丢了下来不看了 回头看了一眼 还在房间里 悠哉悠哉打游戏的苏宇 玉子忧莫名其妙地来气 说好的 对自己下手了呢 为什么还不下手 天天对着你的电脑 气死我了 嗯 少爷是个大木头 玉子忧趴在枕头上 委屈屈的 天天就知道 玩你那个烂鬼游戏 忽然 叮咚一声 玉子忧拿起自己的手机一看 发现是有人添加自己的微信 谁啊 玉子忧看了一眼 发现添加自己的人 备注是苏宇的剧情期 剧情期 那TM不就是花云 夹自己干什么 不夹 玉子忧下意识地便要拒绝 但是转念想了想 玉子忧还是同意了对方的好友请求 玉子忧 干啥 微笑 花云 听说你经常夜袭苏宇 哈 看到这个回答的玉子忧 满头问号 这TM是谁胡说的 玉子忧 谁和你说的 还有 你到底有啥事 花云 张总告诉我的 张总 绝对是TM的张如月 玉子忧一点怀疑都没有 绝对是个老女人 你给我等着 花云 那个 我有个想法 你帮帮我 我可以给你一笔报酬 怎么样 没兴趣 玉子忧刚想要敲下这几个字 但是转念一想 不如看看她怎么说 说 花云 咱们 来个偷天换日怎么样 偷天换日 什么偷天换日 玉子忧已经打算删掉她了 叮咚 花云又发了一条消息过来 我认识一个易容很厉害的师傅 让她帮咱们易容一下 你扮演我 我扮演你 结婚的时候 你帮我顶一下 怎么样 我可以给你一千万作为报酬 新婚之夜 顶替你 玉子忧陷入了沉思 显然 让少爷主动下手已经不可能 或许 自己主动创造 可以让少爷下手的环境 也不是为一个好办法 而且 一千万 好 先不闪你了 花云 怎么样 能不能行啊 电影的投资人张如月 给自己提的这个建议 并且给自己推荐了 玉子忧的威信 她也不知道 这个计划可不可行啊 等待玉子忧的回复 让她焦急不已 嗯 仔细阅读了一下 对方的提议 玉子忧有点犹豫 给自己钱 还让自己扮演她 那岂不是何少爷 咦 女孩子不可以色色哦 但这个提议 好像看着还心熬 具体能不能实行呢 玉子忧对自己的易容手法 没有任何的怀疑 这可是祖传的绝活 可毕竟 这是个有点大胆的想法 玉子忧犹豫了 她必须承认 自己怂了 毕竟这个计划 可不是一般的大胆 这份计划 可是直接在少爷眼皮子底下 偷天换日 万一被发现的 绝对要被责罚等等 被少爷责罚 好 你这个计划 我参与了 玉子忧 没问题 咱们可以见个面 来讨论一下详细的细节内容 Oh yeah 看到玉子忧的回复 花云兴奋不已 偷天换日 让别人顶替自己 去当苏宇的老婆 至于自己则置身室外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完美 就这么干 很快 两个人约了一家餐厅 开始详谈这件事 花云先到的 她先点了一杯果汁 在等待玉子忧过来的时候 她忽然看到 窗外好像走过去了一个 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嗯 怎么回事 自己看错了吗 怎么外面好像有一个 和自己长得很像的人走过去了 嗯 应该是自己的错觉吧 嗯 嗯 没错 最近筹备新的电影 给自己都累的 都出现幻觉了 吸 吸了一大口果汁 花云正打算掏出手机玩一会的时候 忽然 一个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走了过来 坐了下来 花云 是 什么情况啊 这是 你好啊 玉子忧笑着打招呼道 看到对方脸上一脸的震惊 玉子忧感觉很开心 老娘的易容术 可真不是吹倒 根本不需要你找来的那些 什么三流的易容师父 你 你 你是 我就是玉子忧啊 玉子忧微笑着说道 这 这简直就是另一个自己吧 花云看着眼前的玉子忧 差点惊呼出来 你 你是找的那个易容师父的做的 我这就去把我找的那个师父给辞了 花云激动地说道 这做得太像了的 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哼 是我自己做的 玉子忧轻哼一声说道 你自己 花云惊了 她是真没有想到 这么棒的易容 居然是玉子忧自己做的 简直决决子好吧 太棒了 我感觉 咱们的计划一定能成功 花云说着 直接抱着玉子忧摸啊一口 你干什么 玉子忧很是嫌弃地 推开了花云 自己可不接受这个 哎 别推我妈 你身上好香的 虽然在被玉子忧推 但花云还是硬往玉子忧身上凑 我的兴趣向正常 麻烦你也正常点 玉子忧强行推开花云说道 妈 既然这样的话 那咱们互相熟悉一下吧 花云说道 熟悉 熟悉什么 我的很多习惯 你都得学习一下吧 还有你的习惯 我也得学习一下吧 就像演戏一样 在咱们角色置换的时候 你得表现得像我 我也得表现得像你啊 花云说道 你这还是个长期的生意 是啊 我想搞到他 把我忘了之后 咱们再换回来 花云说道 嗯 估计是想到 没有什么他的剧情的时候吧 文言 玉子忧点了点头啊 咱们去互相熟悉一下吧 花云说吧 笑着将玉子忧拉了起来 唉 猝不及防地被花云拉起来 玉子忧多少有些吃惊 要去干什么 去逛街吧 我买单 你看 这个包包不错吧 花云拿起一个LV最新款的包说道 看到拿起LV包 放在自己面前的花云 玉子忧一瞬间 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从前 自己也还是一个大小节的时候 貌似 自己也很久没有来过这种地方了 来吧 花云的眼睛 扑闪扑闪地 对玉子忧说道 嗯 玉子忧点了点头 便和他一起冲进了这些商店里 很快 他们便买了一大堆的包包出来了 待会再去做个美甲吧 花云亮出自己的手指甲说道 哦 可以啊 你这个颜色 玉子忧捧着他的手说道 嘿嘿 那是当然 花云傲然地挺起胸口说道 嘶 猛然之间 玉子忧发现了问题 嘶 怎么 你为什么盯着我看 被玉子忧盯着的花云 也感觉不好意思了 抱住自己的问道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玉子忧说道 什么问题 你过来 玉子忧说着 将花云拉到了镜子面前 一瞬间 这个明显的对比便出现了 玉子忧起码碾压了 他两个等级啊 在其他的方面 身高 身材什么的 两个人都差不多 但是 在横向身高方面 差距太大 啊 这 猛然之间 花云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这 这 这可怎么办 花云对比了一下两个人的 心中忽然就生出了一种挫败的感觉 自己一个一向不肯服输的人 头一次输得这么彻底 臭 要不 你垫一点吧 玉子忧说道 垫 花云对这个大胆的提案表示震惊 没错 以后你在少爷面前出现的时候 就以加持buff的状态出现 玉子忧认真地建议道 毕竟 这种事只能加量 可没法减量啊 这个 花云看了看自己 又看了看玉子忧 看来 也就只要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好吧 那咱们去购置点 装备吧 花云说话的时候 忽然就磕巴了一下 啊啊 这两个点 自己怎么在计划的时候给忘了呀 花云感觉有点抓狂 百密一说啊 自己这是 随即 两个人便来到了装备的购置区域 现在怎么样 花云先试着垫了一层 你自己看 玉子忧面无表情地拿过来镜子说道 花云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和玉子忧 随即转身进去给自己增加装备了 一口气加了的三层的 嗯 这下差不多了 两个人站在镜子前对比了一下 嗯 就是差不多了 呼 这样穿着感觉好不舒服啊 花云抱怨说道 忍忍吧 玉子忧安慰道 毕竟 她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说的 怎么感觉你一股强烈的优越感 花云忧愿地说道 有吗 没有啊 玉子忧说着 自信地挺了挺 你TM的 老娘给你打扁了 你行不行 行了 咱们去做美甲吧 玉子忧提议道 两个人随即一起走了出去 然而 刚从商场里面走出来 玉子忧便看到一个老熟人 夜晨 而在夜晨面前的 是一个穿着黑大衣的人 哦 那个人不是 张峰吗 花云看到穿黑大衣的人 惊觉道 张峰 谁啊 玉子忧看向花云 希望他能给一个解释 那个人是一个星探 很大的星探 手里有好多资源的 能被他看上的人 只要稍微能努力一点 就能直接一飞冲天 花云说道 啊 玉子忧文言 点了点头 随即拉着花云凑近了点 干嘛 走了 好吧 过去看看他们在说什么 说着 玉子忧便拉着花云凑了过去 您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我认为 你很符合我们的一部电影中的男主角 张峰认真的说道 夜晨是他走在路上发现的一个好苗子 他相信 只要稍加培养 一定能够当红 我没有过类似的打算 夜晨冷冷地拒绝了对方的请求 好吧 那您留一张我的名片吧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打我的电话 张峰说吧 递过去自己的一张名片 他感觉很可惜 一个好苗子从自己的手边流失了 见状 夜晨接过了对方的名片 我还是觉得 您是个很不错的苗子 再见 说吧 张峰转身离开 夜晨也转身离开 这一切 当然都被在后面偷看的两个人 看在了眼里 啊这 居然拒绝张峰的邀请 花云感觉有点气 也就只有他才清楚 夜晨刚才拒绝了什么 可恶啊 自己奋斗了好久才奋斗到的东西 为什么他可以这么随意就得到的 行了 走吧 学完你的东西了 该学学我的了 玉紫幽笑着说道 哦 那走吧 花云说着 被玉紫幽带着去了超市 干什么 看着眼前让自己眼花缭乱的一种水果蔬菜 花云开始打退堂鼓了 走吧 我教你怎么做一个女仆 玉紫幽拉着的花云说道 这一次 可就没有那么舒服了 面前眼花缭乱的水果蔬菜 直接给花云看花了眼 毕竟 以往的他对于这些东西 从来都是别人端过来 自己就直接吃的 哪里参与过食物的加工环节 属实是有点难为他了 走吧 去租一个厨房 我再教你怎么做饭 玉紫幽说道 还要学这个 花云感觉不可思议 他可没干过这个事情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有人连饭都不会做吧 见状 玉紫幽故意说道 你TM说谁呢 花云一下就跟打了鸡血一样的来劲了 片刻之后 我不做了 我就是个菜鸡 我干不了这种高端的活 花云蹲坐在角落里 哭泣不已 就在刚刚他被油烫了一下脸 还在切菜的时候 切到了自己的手指 凡此种种 皆数不胜数 才十分钟不到 他已经接连受到了好几次的伤了 你躲在这里干什么呢 忽然 玉紫幽走了过来 伸手拍在了他的肩膀上 啊 啊 花云泪眼婆娑地看着玉紫幽 试图给自己求点情 你还差得远呢 就你这样 咱们角色互换之后 你怎么可能照顾的好少爷 玉紫幽的声音 宛若恶魔的低语一般 在他的耳边响起 不 不要啊 然而 玉紫幽的无情铁手 又一次将他拽到了锅前面 一直折腾了三个小时 两个人买的食材 基本都被用光了 我 我想放弃了 花云已经被折磨的遍体鳞伤了 脑袋枕在切菜的案板上 眼泪哗啦啦地流啊 他现在流的眼泪 都是他刚才提出这个计划时候 脑子里浸的水啊 行了 差不多了 再多来练习几次 应该就可以蒙混过关了 玉紫幽看了一眼花云 做出来的黑胶说道 子子 这家伙是废了吧 玉紫幽暗暗地在心里吐槽着 哦 那咱们明天见 花云起身打算离开 然而 玉紫幽却拽住了他的胳膊 别急 你还有事情要做 玉紫幽笑着说道 嗯 还有什么事 花云奇怪地问道 去苏宇身边体验一把最真实的我 玉紫幽说道 花云 很快 两个人坐着车回到了别墅门口前面 上吧 玉紫幽鼓励地说道 啊 这 花云看了看眼前的别墅门 不自觉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自己真的行吗 此时的他 已经被玉紫幽一容成另外一个人了 那个 那你打算怎么办 花云看了一眼玉紫幽问道 我 我一容成另外一个仆人 他今天请假了 少爷发现不了 玉紫幽说着 鼓刀一番 给自己直接弄成了另外一个仆人的模样 啊 这 没办法 花云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隐忍 隐忍 现在的隐忍 是为了以后更大的收获 回头看了一眼深厚的玉紫幽 花云只好硬着头皮上 嗯 总感觉哪里都不对劲啊 强装成另外一个人 花云看着这个陌生的别墅里面 完全感觉人生地不熟 二楼那个 就是少爷的房间 你先进去 试着帮少爷收拾一下房间吧 玉紫幽在花云的耳边 悄悄地说道 嗯 点了点头 花云咽下一口唾沫 走上二楼去 伸手抓住了门栏 呼 长出了一口气 花云推开门走了进去 里面 苏宇正在玩黄游 察觉到背后有人进来 于是回头看了一眼 哦 是玉紫幽啊 继续玩自己的 于是 苏宇继续开始盯着眼前的游戏 此时正好是过场CG 上面播放着稍而不移的内容 你 看到苏宇正在看的内容 花云惊得差点叫出来 好在他及时地捂住了自己的嘴 他怎么敢的呀 就这么大刺刺地玩黄游 这个星球上 已经没有他在乎的人了吗 花云感觉很震惊 回头看了看一旁的玉紫幽 却发现 他的脸上也是一脸的淡定 仿佛对这一切都已经司空见惯了 啊 这 你们主仆 平时都是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啊 花云感觉到很震惊 玉紫幽 来帮我看一下 这个角色怎么攻略不过呀 苏宇喊道 说吧 苏宇顺手拿起旁边的一杯饮料 开始吸 什么 听到这句话的花云 差点直接原地窒息 你们 平时都是这么相处的 花云一脸震惊地看着一旁的玉紫幽 而玉紫幽 则是淡定地点了点头 想要做少爷身边的女仆 你需要学习的东西 还有很多啊 快去吧 少爷还等着呢 玉紫幽给了花云一个眼神说道 这 花云感觉自己的腿上 好像冠上了签一样 动都动不了 自己总感觉 哪里不对劲啊 你怎么回事 怎么磨磨叽叽的 苏宇将头从椅子背上落下来 用脖子卡着椅子背 快点去给少爷攻略 玉紫幽面无表情地 在后面踹了花云一脚 被踹了一脚的花云 惊叫着跑了过去 待会你帮我看看 我是那个地方选的有问题 苏宇一边说着 一边开始猛吸果汁 而此时 游戏刚开始播放PPT 那个 我 我不知道 花云面红耳赤地说道 虽然他是混娱乐圈的 不过 他毕竟也有点家世作为背景 所以 很大程度上 可以不受娱乐圈的潜规则 当然 这代价 就是他每次都会输给李诗涵一头 塑造人设的资源也好 演戏的资源也好 他基本都拿不到太好的 不知道 苏宇挑起了眉头 看着坐在一旁 害羞的脚趾头 都在扣地板的玉紫幽 他感觉很奇怪 怎么回事 你玩这种游戏 不是剧厉害的吗 苏宇奇怪地问道 怎么回事 自己身边的这个玉紫幽 怎么感觉哪里都不对劲 怎么回事 苏宇感觉很奇怪 感觉身边这个人 有一股陌生的感觉 你 你盯着我干嘛 花云看着盯着自己的苏宇 感觉浑身都不自在自己 这辈是被发现了吧 你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苏宇说出了自己 很郑重观察之后的 出来的结果 哈 听到这个结果 花云先是一惊 随后缓缓地输了一口气 好家伙 可吓死自己了 还以为是自己被发现了 是 是啊 今天感觉有点发烧 玉紫幽说道 快 快放我走吧 我在这里 真是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 文言 苏宇伸出手 摸了摸他的额头 嗯 这个手感 啊 那个 我自己休息一会就可以了 感觉苏宇快要发现自己了 花云急忙转身溜走 哈 看着要调走的玉紫幽 苏宇满头问号 这个玉紫幽 真是哪娜都看着不对劲 好难啊 你一天的工作 真是太难了 花云的这 对玉紫幽抱怨说道 他现在在玉紫幽的房间里 妈 习惯也就好了 玉紫幽倒是不在意地说道 习惯 花云震惊地看着玉紫幽 我已经将少爷 所有喜欢的黄游 一边在她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问我 玉紫幽说道 什么 这真的是一个女仆需要做到的地步吗 你真的不对劲啊 总之 看来咱俩想要角色互换的话 你还要学的东西有很多呢 玉紫幽说着 笑着看了一眼花云 啊 这 于是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两个人开始互相学习 来了 坐 叶晨对着柳天一说道 家主 听说是罗宇送您来的医院 柳天一试探性地问道 他这句话 主要是想试试看叶晨的态度 毕竟 他也不是什么没有脑子的莽夫 不管不顾的谏言 他打算先试探 试探叶晨的态度 再看自己怎么说 嗯 他的工作能力不错 我打算提拔他做我的首席秘书 叶晨点点头说道 完了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柳天一知道 自己这个泰迪家主 怕是着了道了 自己现在继续劝谏 怕是只会对自己不利 哦 柳天一随口答应一声 便不再说话 另一边 张如月的公司里 苏宇此时 正坐在张如月的办公室里蹭茶喝 算一算时间 这两天 这里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剧情 虽然不是很多 原著里也就几句话的事情 就是自己过来 找张如月办事的时候 看到了叶晨 叶晨轻蔑地看了自己一眼 而自己则无能狂怒地恶毒地 看了叶晨一眼 毕竟 按照剧情 自己做一个顽固二代 已经被叶晨揍得害怕了 虽然这就是一个几句话的 不重要的剧情 但为了100%的完成率 就算是这种细节 自己也绝对不能放过 来 那个秘书 再帮我续上一杯茶 苏宇招了招手 让旁边的张如月的秘书 赵兰来给自己续杯茶水 赵兰看了一眼张如月 张如月给了她一个 伺候的眼神之后 她便不情不愿地起身 去给苏宇倒茶了 MB 这苏宇是水牛啊 从今天早上过来就一直喝 喝到现在都不消停 自己这都给她倒了 十多次的茶水了 累死自己了渴 来 您的茶水 赵兰说着 给苏宇放下了茶水 我说 你今天来 到底还有什么事 此时已经是十二点了 张如月也打算休息休息 准备吃饭了 她发现 苏宇最近很少写日记了 导致他们的第一首新闻获取 严重不足 无事不登三宝殿 苏宇跑过来 多半是有剧情点了 但具体是啥剧情点 自己又不清楚 没啥事 这不是想你了过来看看 苏宇想不出来啥借口 就随便糊弄到 奇了怪了 夜晨怎么还不来 苏宇心里多少也有点急 想我 真会开玩笑 张如月淡淡一笑 没当一回事 自己都是老女人了 既然她一直都在这待着 那自己也陪着她耗着 看看她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小兰 帮我点份酸菜鱼的外卖 张如月随口说道 好 赵兰答应着 打开手机 开始找外卖 怎么还不来啊 这都到饭点了 耽误我回家玩心下的黄油啊 苏宇心里有点急了 按道理说 这夜晨在吞并了自己的小汇公司之后 就应该来找张如月 谈合作的事情了呀 毕竟 张如月可是江城医药的龙头老大 要做这方面的生意 没有一个能绕得开她 唉 烦死了 要不要帮你也点一份 张如月微微一笑地问道 那 也好 苏宇答应着 拿出手机 开始写日记 MB 夜晨又在墨迹什么呢 听孙微微说 不是已经在往这边走了吗 怎么还没来 就她瞪我一眼的剧情 怎么那么麻烦 还不来的话 能不能给我把她滴溜过来 对了 说起来 她这里和张如月之间 还有一个重要的剧情 张如月 希望能给她的药 找一流的当红明星来代言 但是 夜晨霸气地说道 自己的药 自己代言 然后 她就跑去演那部电影了 算是下一个剧情的重要转折点吧 MB 耽误这么长时间 我刚下的黄油啊 都不能玩第一手热乎的了 唉 看完手里的日记 张如月微微一笑 这小子忽然跑过来 自己可敬地喝自己的茶叶 果然是有剧情 让自己想想 按照剧情 这个时候的自己应该差不多 开始对夜晨有好感了吧 话说 谈合作 她想要谈什么合作 正细想的时候 秘书赵兰忽然走到了她的面前 张总 有一个自称夜晨的人想要见您 您看见还是不见 来了 听到这句话 苏宇激动地从原地站了起来 嗯 嗯 没事 没事 苏宇见状 兴兴地坐了回去 真是的 差点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人设 人设不能崩了 我不想见她 让她走 张如月故意看着苏宇说道 扑杀 听到这句话 苏宇刚喝进嘴里的一口茶水都一个没搂住喷了出来 怎么了 张如月似笑非笑地看着苏宇问道 逗小家伙真有意思 嘿嘿 没 没事 只是张总 人家见你 说不定是有什么合作要谈呢 您这见都不见 就拒之门外 万一错过生意呢 苏宇尽量地再想一些不见语的措辞 但插手这种事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见语了 哦 你和这个夜晨很熟吗 不 不熟 呃 不对 其实也有点熟 什么意思 到底是熟还是不熟 MD 老女人你想干嘛 干啊 要是因为你 我剧情不能百分之一百 保证有你好果之士哦 您忘了 之前这家伙不是卖给了咱们一个助言丹吗 真是给他逼急了呀 静语都用上了 苏宇看着急迫 但又装作不急迫的苏宇 嘴角不自觉上扬 他最喜欢这种逗弄的感觉了 行了 不逗他了 那个助言丹的单方 我们早就已经研发出来了 他卖之前口气那么大 我还以为是个什么人物呢 结果在我看来 就是个小丑 张如月说话的时候 身子靠在了椅子背上 臭 你还有脸说这个事 泄露单方导致主角装逼失败的人 是谁我现在都还没有揪出来 那单方能是你们单独研发出来的 你们最近不是正在补三七临床 你在糊弄谁啊 苏宇的情绪一下就上来了 行吧 既然你苏公子都说话了 我就见他一面 张如月说着 微笑地对旁边的秘书赵兰说道 行 让他上来吧 是 忽看到张如月最后做出的决定 苏宇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还好 没出问题 哎 就那么简单的剧情 怎么能这么折腾呢 果然 靠近老女人就会变得不幸 哼 喂 您可以上来了 赵兰拿起电话说道 片刻之后 叶辰走上来了 他是过来找张如月谈经销事情的 张如月的销售网络 不仅是在江城 更是遍布全国 如果张如月愿意的话 他新生产出的药 没有一家药店会去卖 毫不客气地说 只要张如月愿意 明天他就可以封杀一款药 没有张如月的配合 叶辰的新药 就算是在MB 也别想能卖出去一盒 甚至张如月都可以从原材料动手 提高价格 让他的药卖一盒亏两盒 强大的经销网络 以及对上下游强大的掌握能力 是他能够稳稳地坐上 今天这个位置的根基 张总 人来了 赵兰说着 带着叶辰走了进来 此时的叶辰脸上 已然充满了狂傲 不亏是修罗战神 这架子 什么时候都不能倒 苏语饮了一口茶水 看着眼前的叶辰 等着他瞪自己一眼 然而 叶辰却是静止走了过来 理都没有理他 苏语 我TM大清早就过来 茶水喝得都快吐了 就等你这个眼神呢 你居然无视我 苏语这个气呀 你怎么回事 怎么连你都开始给我拉胯了 瞪我一眼很难吗 我这次可是要挑战 百分之一百完成度的 你搁着给我拉胯一下试试看 谁都可以拉胯 就你不行 知道吗 张总 我想谈一谈 我们公司新药的事情 叶辰的话刚说完 苏语便面无表情地走了过来 揪住叶辰的衣领 啪的一声 给了他一个巴掌 蹭了一下 叶辰这个火气 可就上来了 你打我 一个凶狠的眼神 犹如利刀一般地刺了过来 哎 对 对 对 就是这种眼神 你这是找死 叶辰说话间正要动手 却听见旁边的张如月说话了 坐下 你今天敢在我这里动手 我保证你的药 一力都卖不出去 哼 你会后悔今天的决定 叶辰冷笑一声说道 转过身就要对苏语动手 完了 这二货的毛病又犯了 苏语只感觉一阵头大 老女人 你说你干嘛击她 按照剧情 你现在应该已经对她心生好感了吧 我听你这话 可有点不对劲啊 你怎么好像有点胳膊肘往外拐的意思 叹到要给自己一拳的叶辰 苏语无奈地叹息一声 吵起旁边的花盆 砰的一声 给她砸在了脑袋后面 这期间的速度之快 就连叶辰也看不清楚 咚的一声 叶辰直挺挺的朝着前面倒了下去 啊 看到叶辰倒下 赵兰一声惊叫 发生什么事了 嗨嗨 苏语咳嗽两声 淡定地将叶辰拖回来 摁在了椅子上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 也不在乎再多来一次 是吧 看着叶辰 苏语的眼中充满了鄙夷 MD 以前的轮回里 没有张如月帮你打理公司 你就是个小垃圾知道吗 能不能有点做垃圾的自觉 没有老女人的经销网络渠道 你根本起不了价 轮回了这么多次 她早就已经将很多事情 看得透透的了 这个叶辰 多半有大脑发育方面的问题 对于她的科目归类 应当为她专门新开设一个女人科 重新将叶辰放回椅子上 苏语倒是没有急着重新激活叶辰 反而是开始对着叶辰做表情 毕竟 叶辰瞪了自己一眼之后 自己肯定要有所回应 而根据原著中的描写来看 自己回应了叶辰一个非常充满着愤怒 不甘与怯懦的表情 正好现在叶辰被自己拍晕了 自己有充足的时间 来找到最好的表演 而张如月则是默默地拿出自己的手机 将苏语的整个表演录了下来 嗯 晚上拿回去慢慢看 卧槽 这是在干什么 一旁的赵兰感觉自己要疯了 她愣是没有看明白 一个人给另一个人拍晕了 不送医院 给人放回椅子上 对着人做奇怪的表情 这 这 是这个世界疯了吗 而且张总你在干什么呀 你怎么这么淡定啊 有人在你的办公室里打人了 你一点都不管一下的吗 赵兰感觉自己怀疑人生了 而另一边 苏语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表情 好了 感觉自己的表情已经完美的苏语 从叶辰身上找出太乙神针 给她扎了一下 嗯 这次自己铁定能百分之一百过剧情 就是要在这种细节上死扣 自己才能回到现实 加油 相信自己可以 被扎了一针的叶辰 重新醒了过来 嗯 奇怪 发生什么事情了 自己的后脑勺好疼啊 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了 自己脑袋好重啊 怎么一点东西都想不起来了 张如月 看着眼前的女人 叶辰猛地回过了神来 哦 对了 自己是过来谈生意的 嘿嘿 张总 关于我们公司新药的事情 不用说了 情况我都了解 但我是个生意人 你们的效果不错 但你也知道 现在是个宣传大于天的时代 你如果能够为你们的药 找到足够的宣传资源的话 我就给你我这里最好的资源 张如月说道 就在刚才 她的心里已经又有了一个主意 自己就在这里 按照剧情走 等叶辰去演那场戏之后 大德在后面给她安排 宣传资源 对 比如说 当红的一流明星 叶辰文言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冷冷地说道 我的药 谁也不配来代言 我自己来代言我的药 你等着瞧吧 说吧 叶辰转身便走 啊这 张如月感觉尬死了 MB 你要自己代言就自己代 有必要玩得这么尴吗 真是讨厌和她对戏 赶紧滚 张如月在心里默默地吐槽 而一旁的苏宇 一边看 却是一边默默地点头 不错呀 老女人这次表现 居然意外地出色 此时单纯的苏宇 丝毫不知道 老女人实际上在憋着的坏水 行了 自己今天的剧情完成了 撤退 嘿嘿 那个 中午饭时间到了 我回家吃饭去了 苏宇说爸转身离开 哎 你有没有什么兴趣 来演个电影 张如月笑着问道 没有 苏宇摇了摇头地说道 是吗 此时的苏宇 还根本不知道这是 对他最后的提示了 回到自己的别墅里 苏宇发现 苏良平和陈淑云 正坐在客厅里讹 感觉要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爸 妈 苏宇捏手捏脚地走了过来 回来了 听说你一大早地就出去了 又跑哪去了 呃 我去外面玩了 行 回来了那就行 晚上跟我去酒店 准备参加你的订婚仪式 苏良平说道 啊 这么快 苏宇有点惊讶 这次的剧情有点快啊 这就订婚了 逆天 这快吗 这不快 我的伤还有几天 就好得差不多了 到时候我不看着 你小子指不定 还得给我拖到什么时候 就趁着这几天我有时间 赶紧给我把这件事 定下来就行了 苏良平脸色不善地说道 自己可太了解 自己这个儿子了 这是自己必须看着 不看着 指不定得给自己拖到什么时候 啊 这 行了 走 去地方 苏良平说道 啊 这 我这可才刚回来啊 随即 苏宇便被带去了一个庄园里 庄园里来的人挺多的 而且都是各种名流 其中有不少凑过来 想要巴结苏宇的 但都被苏宇赶走了 唉 烦嘞 最讨厌参加这种活动了 活动的大厅里 中西餐到处都有 工人随意食用 苏宇给自己弄了一杯酒 找了个角落里 坐着玩手机去了 基本这种不考虑自己意志的事情 自己也没有啥需要参与的必要 而且 这个活动 其实完全是剧情之外的事情 没啥自己的任务 自己能躺 就躺最好 嗯 写点日记吧 9月30日 请 今天订婚了 我没想到 这个剧情来得这么快 今天晚上 我就会在醉酒之后 推到花云了 以后就可以处男毕业了 嗯 就是花云这姑娘 有点可怜了 以后要遭受我的各种暴力对待了 我会尽量想办法对你好点的 唉 少爷 忽然 穿着一身蓝色晚礼服的玉紫幽 微笑着走过来问道 苏宇随意地看了一眼 随即他将手机放了下来 不写日记了 今天可是你的好日子 你怎么看着无精打采的 玉紫幽微笑着问道 他的手里拿着一杯红酒 姿态摇曳 显得很有美态 按照道理 他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晚会 是苏宇将他带进来的 原因是 苏宇不喜欢这种 到处都是不认识人的宴会 所以带着他 起码能有个说得上话的 有啥事也能让他给自己办一下 就算他是个仆人 可自己带进来的 谁敢说个不字 四 今天的他 怎么这么好看 有点离谱啊 怎么感觉 换了个头一样 看着玉紫幽的样子 苏宇在心里思索着 随即 他明白了 玉紫幽这是把平时的面具给去掉了 怎么忽然去掉面具了 夜城来这了 好像没有吧 算了 不管了 他去掉面具 自己看着 也觉得赏心悦目 一盘菜 就算再好吃 被人摁着头吃 你也不会觉得有多好吃吧 苏宇伸了一个懒腰的说道 那少爷 你想吃什么样的菜 玉紫幽妩媚的一笑问道 似乎是老天助理一般 窗外吹过一阵晚风 吹动玉紫幽尔坠下的坠子 一点风过 若沉露微点之清零 明眸凝之之策 阴口诸唇扮演 青丝点落鼻翼 秋波暗中藏情 啊 苏宇呆了一下 怎么回事 刚才怎么忽然感觉 这娘们变得好好看 是我的错觉吗 而意识到 自己被苏宇注视的玉紫幽 心中也暗暗地开心 苏少 宴会即将开始 老爷让您过去一趟 忽然 一个人走到苏宇的耳边 低语几句 好 我这就过去 苏宇收回了眼神 转身往自己老子那桌 走了过去 唉 看着苏宇离开的背影 玉紫幽忍不住地叹息一声 她转头看向旁边的镜子 镜子中的是一个 精心打扮的自己 这是她专门花了三个多小时 给自己打扮出的妆容 原本底子就不错的她 此时的容貌 完全是力压全场 从一开始 就有不少人 在不时地看向这边 为了这个妆容 她下午的工作 甚至什么都没干 就专门弄这个了 唉 自己这么做 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玉紫幽低头看着自己 女魏越急者容 原因 她自己心知肚明 她的心里 产生了一些莫名的慌乱 按照计划 她今天晚上 要和花云互相交换身份 真的要这么做吗 玉紫幽心里多少有点犹豫 事到临头了 她承认 自己有点害怕了 各位叔叔阿姨 你们好 苏语走到桌子前 脸上熟练地堆砌起商业笑容 好啊 都长这么大了 哎呀 以前见的时候 都没有这么成熟啊 时间长不见 越长越帅了啊 靓仔啊 此起彼伏的恭维声 几乎不绝于耳 苏语早都听腻了 但身体还很本能地 做出反应 开始回应 来 坐在这 坐着让苏语坐在了她的旁边 苏语走过去 坐下 而花云正好就坐在她旁边 两个刚认识不久的人 就这么被强行地捏在了一起 好在大家都是老演员了 演得天衣无缝 让人看上去 他们就像是天生一队一样 来 喝 苏良平的嘴角微微一笑 举起手里的酒杯说道 她今天是真的高兴 哪怕是身上的伤还没有全好 她也抑制不住这一冲动 毕竟 这件事摁下了 自己心里的这块石头 可算是落地了 其他人见状 人群之中 尤其以花云的父亲花正和 表现得最为积极 看着自己父亲积极的模样 花云默默叹息一声 虽然她已经找好了脱身之法 但还是经不住地感觉到叹息 今后女儿的人生 到底会怎样啊 父亲 你莫非真的不关心吗 庭院之中 有一个喷泉 在正中央的位置放着 月光洒在喷泉的水中 显得波光荡漾 玉子忧此时正一个人 走在喷泉旁边 一步一摇地缓缓走着 这里是她约定的 和花云的交接地点 此时的她正在焦急地等待 过了一会 花云走过来了 快 就是现在 咱们互换身份吧 花云说道 嗯 玉子忧犹豫了一下 没有立即动手 你还在有犹豫什么呢 看到玉子忧的犹豫 花云差点记得原地脑一血 这种时候 你可被丢我掉链子啊大姐 没什么 玉子忧说着 随即伸出手 三两下便给两个人一容好了 好 就这样 你现在回去宴会上 代替我 我就先溜了 花云说着 转身逃走 她有点害怕 玉子忧反悔 等 玉子忧还想要说什么 想了想 还是没有说出口 回过头 用水池里的水 照了照自己的模样 玉子忧伸手去捏了 捏自己的头发 行吗 这个 回到宴会上 玉子忧熟练地 坐在了苏宇的身边 身边的人公愁交错 玉子忧倒也应对地熟练 毕竟 在这之前 她也一个大小姐 出身的人 奇怪 怎么感觉旁边的花云身上 有一股熟悉的香味啊 苏宇在心里嘀咕着 而且 这个举手投足之间 都感觉很像某一个人 死 怎么总感觉她 那么像一个人呢 这个人 自己怎么就是叫不出口呢 唉 你先带人家姑娘回去吧 我们这帮人 估计还要喝酒 你喝醉了就不好了 忽然 苏良平对苏宇说道 哦 好 听到苏良平的话 苏宇简直求之不得 和这帮大叔待在一起 她真是浑身 从头到脚的感觉不舒服 不如赶紧回去玩好玩 当即便带着花云离开 嗯 虽然咱俩不是很熟 但是 很抱歉 今晚的我温柔不了 苏宇在心里默默地说道 啊 这 真的可以吗 跟在苏宇的后面 玉紫悠紧张不已 总感觉 这一下要出大事啊 怎么办 玉紫悠的心里紧张不已 坐上车 两个人便一路 往别墅里及时过去 哼哼哼哼 苏宇一边哼着小曲 一边拿出自己的手机 开始写日记 今晚 我就要从楚南毕业 纪念第一百次轮回的楚南毕业 丁 您的日记上传成功 获得奖励 可增加身体任意不畏五厘米 卧槽 看到这个奖励的苏宇 恨不得现在就给系统供起来 系统 MOO UP 比星 系统 YOU 你恶心到我来找吧 别说了 今晚 裂个痛快 而另一边 张如月也看着眼前的日记 微微一笑 不知道 小家伙知道真相之后 会是什么表情呢 真是让人期待 如果有人能帮自己录下来就好了 回到家里 苏宇直接拉着花云 往二楼自己的房间里跑了进去 少爷 没必要这么着急吧 被拽进房间里的郁紫悠 有点害怕 然而 他有些惧怕的眼神 落在了苏宇的眼里 却是别样的感受 这个表情对位了 就是要那种惧怕的感觉 你每次轮回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表情 对位了 对位了 咱们就这么接着眼熬 嘿嘿 上架敢言 大家好啊 我是作者花不宜 一个半月了 这本书明天也要上架了 怎么说呢 我一开始写的时候 根本没想到会有成绩 但人生还真就是有戏剧性 我本来打算着 只要能签约就算胜利 随便写点能上架了 吃全情就行了 毕竟作为一个小萌新 不敢有什么奢求 没想到 居然还有这么人支持我 真是让我感觉到意外 所以 我觉得 我得在这里感谢一下 我的编辑虎牙 这本书是被拒过稿的 好在他捞了我一手 让我能有个在七点写书的机会 活菩萨了 属于是 按照惯例 新书上架 都是要卖惨的 但我看来看去 觉得我好像没啥惨需要卖的 不知道卖惨这个环节 是不是必备的 如果是必备的话 那我得好好准备准备 但目前来看 我没有啥惨好卖的 这本书能有这个成绩 我已经很知足了 如果大家能在订阅上 更让我知足一下就好了 希希 拜托大家在订阅上支持一下我了 我有点想在上架之后 每天万字更新的 挑战一下自己吗 行 差不多该说的也就是这些了 元旦要来了 预祝各位书友 元旦快乐 次日 哈 苏语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他现在脑袋一片混乱 口渴 玉子忧 帮我拿杯水来 苏语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喊道 而在他旁边睡着的玉子忧听见了 也是迷迷糊糊的下意识答应道 好 随即 起身倒了一杯水 放在苏语床头之后 又倒下去开始睡 昨天晚可困死自己了 今天早上起来 感觉到脑都是迷糊的 两个人都没感觉有啥问题 太阳也是直直照射了进来 忽然 苏语感觉到一丝不对劲了 怎么回事 自己刚才好像是喊了玉子忧 给自己倒水吧 玉子忧应该是 睡在自己隔壁吧 那为啥他给自己倒完水以后 又睡自己床上了 怎么回事 有问题哦 不对劲哦 这样想着 是苏语转过身 又看了看躺在自己旁边的人 四 自己怎么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呢 昨天晚上天黑 自己没仔细看 可是现在 怎么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啊 尤其是这个身材 这怎么看都不像是花云吧 反倒是有点像玉子忧 这三个字一冒出来 苏语瞬间感觉一机灵 这 这 这不能吧 但是 这种念头一旦冒出来 就会疯狂生长 苏语越看越觉得 眼前这个人就是玉子忧 只不过是换了一个面具而已 难道 他用面具来骗我 卧槽 苏语忍不住地惊呼出来 随即伸手去捏了一把玉子忧的脸 呃 疼 迷迷糊糊地睡着的玉子忧 感觉自己的脸被捏了 忍不住地喊了出来 这个触感 这TM就是人皮面具吧 玉 子 忧 苏语恨得牙根痒痒地喊道 自己居然会被骗了 啊 嗯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玉子忧一眼便看到了圣怒的苏语 坏了 玉子忧的心瞬间凉了 肯定是被发现了 玉子忧 你自己说 还是我来说 苏语的愤怒不可遏制 这个臭娘们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吗 我的剧情 我的剧情啊 您在说什么呢 我是花云啊 玉子忧还想要狡辩一下 别给我装蒜 是我来帮你扒下你的面具 还是你自己来 苏语的愤怒地说道 嗯 玉子忧没办法 只能自己扯下了自己脸上的面具 一瞬间 一张绝事独立的容颜落了下来 如果是普通人的话 这回肯定是要欣赏 但是苏语此时 却只有伤心 他只感觉一阵冰凉 脚底一直冻到了脊椎骨 我抄 真的是玉子忧啊 那昨天晚上 自己和谁完成的剧情 玉子忧吗 花云呢 自己那个被强塞过来的媳妇呢 你人呢 我这么大的一个媳妇呢 苏语的大脑一瞬间当机了 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完了 完了呀 叶辰 我的好大 爹对不起你啊 苏语忽然感觉 窗户外绿色的叶子 变得格外的刺眼 谁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震惊过后 便是暴怒 苏语愤怒地揪住玉子忧问道 为什么要这么做 闻言 玉子忧没有回答 而是捂住了自己的脸 然后缓缓地回答道 因为我缠你的身子 咚 原地爆炸 完了 彻底完了 重开吧 苏语的意识一片空白 这绝对算得上是爆炸级的剧情爆炸了 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只有重开能拯救这个剧情了 唉 叹息一声 苏语放下玉子忧 转身下了床 唉 少爷你要去啊 见状 玉子忧惊讶地问道 别喊我少爷 我不是 此时的苏语目光呆滞 一脸的身无可恋 他万念俱灰 感觉一切都完犊子了 之前那么多的努力 全都白忙活了呀 随即 苏语上了自己家别墅的五楼 低头看着下面的地面 苏语收住了自己的修为 只要从这里跳下去 头落地 保证一次到位地重开 正在楼顶上的苏语看了看下面 反正自己也不是第一次跳了 很娴熟的 一定可以一次重开重开 无需补刀 系统 我重开了 苏语说的一声 便要下去 系统 你确定吗 系统忽然出言询问道 苏语 闻言 苏语不跳了 他感觉有点不对劲 一向和死人差不多的系统 怎么说话了 肯定有问题 自己先不跳了 问问看 怎么回事再说 系统 呃 就是说 您的重生能量 已经用完了 目前 您处在最后一次 完成剧情的机会中 您现在重开了 可就真的是投胎转世的重开了 苏语 卧槽 什么时候 怎么还有能量这一说的 我怎么不知道 苏语感觉很震惊 他好像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隐约之间 他似乎回想了一点东西 系统 您怎么凭空无人清白 在您第一次穿越之后 我就告诉过您啊 您的重生能量 就只有一百点 这一百点用光了 您还是没有完成剧情的话 就会留在这里出不去了 卧槽 不等系统的话说完 苏语直接原地爆炸 这么说 自己还重开不了了 干啊 那自己怎么办 这么大的剧情漏洞 让自己怎么补 劝叶臣坚强吗 系统你个王八蛋 苏语在心里怒斥道 系统 叮 检测到宿主正在辱骂系统 警告一次 我抄 我骂你就不行 你TM平时看不到人 一听到骂你的声音 你比兔子的耳朵都好使是吧 完了呀 苏语滑了下去 坐在了地上 他重开不了了 完了 一切都完了 难道自己就要回不去现实世界了吗 我 我回不去了 等等 忽然 苏语开窍了 脑海中的灵光一闪 让他感觉自己 好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仔细想想 剧情好像也没有崩成什么样 也就是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意外而已 放在里 最多也就是一个毒点一把 还是吗 没出问题的 嗯 嗯 没错 没错 毕竟最重要的东西 自己的剧情没有出问题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吗 哈哈哈哈 没错 没错 剧情没出问题 一切都好着呢 剧情没崩 没崩 这些都是我的错觉 哈哈哈哈 自己上天台干什么 太极端了 哈哈哈哈 哎呀 真是的 回去让玉子佑给我做早饭吃吧 又是美好的一天啊 我饿了 给我做点早饭 苏语回来了 面无表情地对玉子佑说道 只要我没有当这件事情发生过 那么这件事就是没有发生过 昨天晚上的苏语犯下的错误 为什么要今天的苏语来承担 玉子佑 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表现得像是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一样 呜 伤心 难道我在你眼中 是一个可以抛弃的女人吗 玉子佑的内心 开始演各种的小剧场了 别看苏语平时震惊 其实暗地里是一个海王 自己不过是他养的一条鱼 哇 玉子佑的内心是崩溃的 但是表面上 他还是一脸微笑得很平静 好的 答应一声 玉子佑转身下床忙活去了 嗯 奇怪 他怎么看上去 也不太在意这件事 看到玉子佑的样子 苏语的心里也很奇怪 他为什么也表现得如此平静 难道 这一切 其实也就是他的计策吗 在自己以前胡来的时候 并没有对玉子佑下过手 这一次 也阴差阳错之间 自己第一次 自己对玉子佑下手 自己并不了解他 餐桌上 苏语正在吃早饭 而玉子佑 却有些心不在焉 为什么啊 为什么苏语能在出去之后回来 淡定的让自己给他做早饭 好像昨天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他是不是想不认账 玉子佑的大脑 不受控制的 开始各种胡思乱想 这家伙 别是个渣男吧 一瞬间 怀疑的念头 在玉子佑的心里 像是吃了尿素一样的疯狂生长 吃干抹镜之后 随意地丢弃掉 自己以前认识的一些富家二代 就是这么干的 难道他也要 可恶啊 真是看错他了 还以为他是个楚男 会比较纯洁 没想到居然这么坏 自己被他骗了 呜呜呜 玉子佑此时的脑内 开始演各种小剧场了 什么苏语吃干抹镜之后 残忍地将自己驱逐出去 等自己人老珠黄之后 无情地将自己抛弃 有了更年轻更漂亮的之后 一脚将自己踹开 虽然表面上依旧平静 但是内心的小剧场 早已经演了不知道多少场了 情绪更已经是惊涛骇浪级别了 只是表面依旧平静 你没事吧 看到玉子佑呆呆地 看着一个地方发呆 苏语试探性地问道 没事 玉子佑平淡地说道 少爷 我感觉有点不舒服 先上去休息了 不舒服吗 准你一天假吧 苏语说吧 擦了擦自己的嘴 也起身回房间去了 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打开门 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淡定 坐在桌子前 苏语一伸手 拿出了自己的日记本 他打算写点日记 而且 他最近迷上了手写 只不过 这一次 他拿日记的手是抖着的 十月一日 请 我成功从楚南毕业了 写到这里的苏语 开始手抖 啊 一声惨呼 苏语光光 开始撞墙 自己昨天都干了些什么啊 天啊 这让我怎么圆都回去啊 叶辰 爸爸对不起你啊 你原谅爸爸好不好 爸爸是被人算计了 一时糊涂 咱们能不能当 今天的事情没发生过啊 你就坚强一次好不好 在以前的轮回中 你已经坚强过那么多次 也不差这一次 你通认一下吧 行不行 怎么办 怎么办 自己难道还要这样装傻充愣下去吗 自己如果继续装不知道的话 和渣男有什么区别 要不 渣一下 反正自己是反派 死 不行 不行 苏语马上否决了自己的想法 自己这个想法太可怕了 怎么说人斗 还是要做的 不能不当人 而且 渣也不能解决问题啊 怎么办 怎么办 苏语感觉自己很绝望 以前重生能量还很多的时候 他曾经玩过差不多的事情 而且是更刺激的当面模式 最后的结果就是自己的完成度 只有百分之三 但现在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呀 怎么办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弥补一下这个事情 苏语痛苦地趴在了桌子上 自己又没法重开了 这一下真的翘脚脚了 另一边 玉紫幽淡定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 直接抽出手机打开了女主群 打了一大段话又删掉 打了一大段话又删掉 如此反复好多次之后 终于发出了一个句号 玉紫幽 叮咚 几乎同时 其他三个人的手机都响了起来 嗯 张如月下意识地拿起手里的手机 看到群里就只发了一个句号出来 这家伙 能不能不要随便发什么垃圾信息 张如月想着 摇了摇头 将手机随意地放在了一旁 等等 猛然之间 张如月猛地反应了过来 看样子 自己的给的建议奏效了 嘿嘿 一想到这 张如月瞬间兴奋了起来 来了 来了 要来了 啊 来 和我好好说说吧 张总 待会有个会 您 给我推了 张如月坚决地说道 看不到自己现在这种吃瓜呢 开什么会 什么都不能影响我吃瓜 谢谢 哦 好 推掉会议 张如月重新开始思索起第二种可能 不行 光凭一个句后分析不出来什么东西 自己得去私聊私聊他 张如月 最近过得怎么样 玉子幽 语音 两秒 转文字 还好 还好 让我听一下 嗖 听上去好像没什么问题 但是他的语气未免太平静了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凭借女人的直觉 他感觉一定是出傻事了 张如月 可我听你的声音好像不太对啊 我感觉自己遇到渣男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到他可能会使乱中气 我就感觉好难过呀 卧槽 看到这里两句话发过来的张如月 瞬间明白发生什么事情了 因为他刚刚看到了苏语最新更新的日记 嘿嘿 看样子 小家伙真的从你这里顺利毕业了 来吧 和姐姐说说心里话吧 我一定会帮助你一起骂渣男的 正在张如月思索着的时候 玉子幽打过来语音电话了 见 张如月没有任何犹豫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接听 喂 玉子幽两个眼圈红红的 明显是哭过我和你说 这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事 呜 啊 这 呃 好 我知道了 就是 我的一个朋友 他被一个自己喜欢的人推了 卧槽 虽然早有预料 但是这个消息 真的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 还是感觉很劲爆啊 但是 那家伙是在醉酒的状态下干的 而且嘴里还不断地叫喊着剧情之类的话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他先是失踪了一段时间 然后淡定地回来了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我 这真的是我朋友的事情啊 真的是我朋友的事情 张如月 啊 对对对 所以 你那个朋友 是感觉对方不过关心他吗 没错 他怎么可以当作 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这不就是渣男吗 呃 你见过渣男吗 呃 这倒是没有 不过 你肯定很有这方面的经验吧 能不能和我谈谈 张如月 自己现在能说自己其实31年了 没谈过恋爱吗 不能啊 硬着头皮撑吧 呵呵 呵呵呵呵呵呵 你说他是不是就是想玩一玩 那个朋友喜欢的人家里是个很大的豪门 只要他愿意 他根本不会缺女人的 大哥 这说的不就是苏语吗 张如月的内心是崩溃的 顺便他一边挂着聊天 一边拉了一个自己和柳如烟 楚梦瑶的群聊 柳如烟 怎么肥事 at张如月 你想干什么 禁止私下 搞这种小动作呀 楚梦瑶 就是 就是 doge 张如月 别想太多 你们看新闻了吗 苏语楚男毕业了 从玉子悠这笔的 柳如烟 楚梦瑶 张如月 把你们那些问号 能不能收一收 现在 他和我聊天呢 他感觉苏语是个渣男 你们谁有恋爱经验 快现言现策 应该怎么办 楚梦瑶 在我人生的前22年 我的心里只有学习 没有男人 柳如烟 不好意思 不知道男人的滋味 更别说渣男 张如月 微笑 要你们有何用 楚梦瑶 劝分吧 这个简单 柳如烟 就是 不懂就直接劝分 劝分准没错 张如月 微笑 喂 你怎么不说话呀 嗯 这个 我是在想你的 呃不 你这个朋友的事情 我觉得你 这个朋友可能想的有点多了 张如月细心地斟酌着用词 苏语应该不能是个渣男吧 以自己对他的了解 他这个人 不像是会干这种事的人吧 不过 如果是为了剧情的话 感觉他很有可能会干出类似的事情 这么一想 他是真的有渣男的前置了你的意思是 呃 我的意思是 不如再观望观望怎么样 张如月说道 观望什么 呃 观望看看 他接下来怎么说 如果他真的是个狗渣男的话 张如月拿起自己早上没吃的一个鸡蛋 咔嚓一声捏碎了 哦 玉紫悠若有所思 可是 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想不明白呀 没关系的 男人嘛 谁知道他的脑袋里 到底是在想什么 说不定 他是出于某些原因 才不愿意搭理你那个朋友呢 暂时先让他冷静冷静 以做观望 咱们自己的阵脚不能乱 可不能做什么极端的事情 一定要沉得住气 沉得住气 完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张如月表面平静 但实际上多少有点绝望 自己说的话 自己都不一定相信啊 可是玉紫悠你怎么一脸 原来如此的表情啊 完了 完了 你真相信了呀 张如月有点想哭 自己别是坑了人家吧 好吧 那你先忙吧 没事 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来找我 果然 老女人在这方面 一定经验丰富 玉紫悠在心里默默地说道 挂断电话 玉紫悠躺在床上吃着薯条 思考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 嗯 等等 猛然之间 玉紫悠想通了 恐怕 苏宇现在纠结的是剧情吧 所以才没有搭理自己 如果这样说的话 那就说得过去了 按照剧情 昨天晚上 她是应该在隔壁的 嗯 老女人说的果然有道理 自己果然还是应该先观望 观望再说 呼 张如月缓缓地叹了一口气 好家伙 小家伙昨天是真吃了雄心抱子胆了 居然直接对玉紫悠下手了 改姓了呀 改主动进攻的肉实际了 思 那要是这样说的话 张如月开始胡思乱想了 忽然 她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 拿起来一看 发现是苏宇给她打过来的电话 卧槽 苏宇打的电话 她想干嘛 张如月皱了皱眉头 感觉事情并不简单 接通电话 苏宇的眼神躲躲闪闪的 嘿嘿 那个 老女人 你应该挺有感情经验的吧 这样 我有一个朋友的事情 想要找你咨询一下 张如月 我有你个大头鬼的经验 嘿嘿 那个 就是 我有一个朋友吧 她昨天晚上喝醉了 然后退了她的一个侍女 然后 苏宇的眼神躲躲闪闪 她在想 接下来的事情 怎么变会好一点 然后她不打算负责任 想使乱终气是吧 张如月接过话察说道 现在看见你就来气 这怎么可能 苏宇直接否认道 这个话说的还不错 她还挺喜欢那个侍女的 但是现在 因为种种原因的顾虑 她想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办 负责 张如月直接问道 如果事情这么简单的话 她就不会找我 然后我来找你了 她现在面临的问题 是在特殊历史环境 与具有唯一性的空间情况下 发生的具有特殊性的意外事件 如果任由事情 由传统意义上的发展 将会导致不可知的 巨大灾难性后果 为避免这一后果 她力求找到一个 能够在事情的特殊性下 解决问题的特殊办法 这个办法最好能够 让两个人当事人 保持现有的状态不变 并且能够针对 其中一方的必要事由 进行剥离 并其中一方 不会因剥离而产生出名誉损失 张如月 张如月 OK 让我来总结一下 你这个朋友 想要不负责任 并且还不想背负渣男的骂名士吗 不 他想负责任 那就负责啊 但他不能负这个责任 否则会导致不可知的 巨大灾难性后果 那他就是渣男 不 他不是 他也不想是 所以 他是想不负责任 并且也不背负渣男 这个骂名士吗 有这个想法 就已经说明 他是个渣男了吧 听完张如月的话 苏宇愣住了 卧曹 说得好有道理 我竟无言以对 随即 苏宇挂断了电话 没有聊下去的必要了 10月1日 请 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觉得 我得有点担当 剧情固然很重要 但也不能不当人 我得在两者之间 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 写完这句话 苏宇合上了日记 而另一边的张如月 则是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他不觉得 苏宇真的会干出什么扎事 倒是叶晨吗 赵兰 去 给这个地址送半块西瓜 张如月随手在一张纸条上 写下苏宇的地址 递给自己的秘书说道 好的 没问题 赵兰答应着 转身出去找西瓜了 另一边 叶晨的公司里 嗯 家主 有一个坏消息 你要听吗 柳天一问道 说 叶晨淡定的影下一口茶水说道 五年了 自己终于回来了 重振这个企业 便是自己回归的第一步 嗯 我们的要生产出来了 但是没有一家店 肯上架我们的美容药 柳天一说道 哼 他们凭什么不上 叶晨的眼神 一灵的质问道 废话 你说为什么不上 TM的 你怎么敢得罪张总的呀 你以后还想不想再要这方面混了 柳天一就差直接爆粗口了 但好在他涵养不错 忍住了 据我们调查 应该是落水集团的张如月 让自己手下的经销商 不上架我们的药 柳天一说道 难道除了他们家 就没有其他渠道了 叶晨眼神一灵地问道 这个 当然有 那就上其他的渠道 但其他的渠道 也不上我们的药 我们被全面封杀了 柳天一无奈地说道 什么 他凭什么这么做 貌似 这就是他们几个人 坐在一起吃个饭的事情 叶晨怒了 如果要卖不出去 那他前妻的贷款怎么办 他之前被那个老女人 坑了二十个亿 现在办公司办厂子的时候 手里的钱不足了 钱基本都是借贷出来的 他当然可以选择赖账 以他的实力 被赖账的 也不敢对他怎么样 但这将意味着 他的信誉一落千丈 以后基本别想 在华夏继续混了 他就算是再傻 这点道理还是懂的 而且 我们的原材料供应商 还和我们说 要涨价原材料 这句话 直接触动了 叶晨敏感的神经 原材料涨价可不是个小时 这东西有一点动静 都会影响到 整个产业的上下游 为什么涨价 我这里可没有得到 任何有关的消息 呃 貌似是指针对我们的恶意涨价 柳天一说道 MD 你是那个品种的傻X 居然会跑去得罪张如月 现在好了吧 你这药公司 基本是别想开下去了 他想干什么 叶晨咆哮地说道 一掌将眼前的桌子拍碎 大哥 别拍了 咱们公司资金不足 和你拍桌子 绝对有间接关系 嗨嗨 不过 张总还是给了您一个机会 就看您愿意不愿意了 柳天一说道 什么条件 此时的叶晨 顾不得其他了 断人财路 犹如杀人父母 他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 希望您能出演一款电影 他将会在那部电影中 插入我们要的广告 只要出演就可以 是的 只要出演 他就允许我们 要上架所有的渠道 并且 他还会免费帮我们 做很大的宣传 利润方面 三七分成 怎么才七成 叶晨脸色不善地问道 七成那是人家的 咱们只有三成 叶晨 柳天一此时面无表情地 看着叶晨 看他打算怎么选 他已经被这个傻X 折腾的神经衰弱了 他不想折腾了 躺平了 爱咋咋地吧 反正我的责任尽到就可以 你自己爱咋办就咋办 你自己出钱班的场子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个上班的 好吧 你转告他 我答应他的条件 叶晨说道 哼 我还以为你真的什么都不怕 柳天一心中冷哼一声 点头答应道 好 稍后我会和他联系 而正好这时候 罗宇推开门走了进来 叶总 这嗲嗲的一声 差点没给柳天一恶心坏了 这个女人是叶晨招进来的 虽然在招人的时候 他严重表示了反对 但叶晨还是力排重义地 给招进来了 他一进来 把整个公司的作风 都给带轻服了不少 叶总啊 我刚去楼下的时候 发现有人给您游了一个东西 我顺便就帮您带上来了 哎呦 可宠死我了 罗宇说着 放下一个箱子 听着罗宇的声音 叶晨眼中金光大震 这女的是他们公司新来的 长得很是妖娆 行走之间更是充满了魅惑 这一段时间 聊不得叶晨心里痒痒不已 看到叶晨的眼神 罗宇的心中暗中得意 差不多也该是自己收网的时候 家主 我先出去了 柳天一感觉罗宇这女人很恶心 她很不喜欢 所以提出了告辞 嗯 去吧 叶晨随口地答应道 一点也不在乎 来 打开看看 叶晨饶有趣味地看着箱子说道 而罗宇则是拿起水果刀 开始开箱子 哎呦 罗宇惊呼一声 她的手无意之间被小刀给划伤了 没事吧 我看看 叶晨急忙捧起来看 随即拿起罗宇受伤的手指 放进自己的嘴里 开始瞬息 这小素手 果然可以 叶总 罗宇有些害羞地 撇过脸去说道 她早有预料会有这种事情 所以刻意画了一点腮红 毕竟这种事情对她来说 根本算不了啥 自己表演不到位 所以先用腮红提前给自己打打辅助 别到时候被看出来 自己其实脸上啥色也没有 而腻外的两个人 没有注意到的是 在天花板上 一个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们 如果不是旁边有人阻拦 这个眼睛的主人 怕是要直接动手了 为什么这么做 苏宇看着花云问道 事情的来龙去脉 她都已经查清楚了 就是花云在里面搞的鬼 当然 玉子忧这个从犯也要罚 但是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先收拾她 呃 当然是因为不想嫁给你啊 花云说道 你TM 这不是废话 如果不是剧情 我也不想娶你好吧 苏宇强摁住自己的怒火 所以 你就和玉子忧联合起来 干了这个事 偷梁换柱 偷天换日 让自己的剧情 在下车的路上 一路狂踩油门 嗯 这个 我也没有想到 你会发现啊 花云的眼神飘忽不定 说话的时候 眼神一直都在闪烁 你把我当成傻子吗 硬了 硬了 全都硬起来了 有什么关系吗 说到底 她是你的女仆 这点小事 也值得你的大动干戈 花云撇撇嘴地说道 文言 苏宇一愣 似乎是这个道理啊 自己跑过来责怪花云 师处无名啊 看到苏宇的样子 花云感觉开心极了 哈 被自己骗过去了 她当然知道 苏宇为什么会这么愤怒地过来 找她对质 但是她也知道 自己只要装作不知道剧情就可以了 你看 这不就蒙讽过关了吗 但是 一旁的苏宇 却转念一想 不对劲 如果按照剧情来说的话 她可从来不会干出这么离谱的事情 这一次 她的剧情已经雪崩了 这里面 肯定有问题 猛然之间 苏宇想到了一种可能 你还给我装算 最好给我老实交代 苏宇脸色不善地说道 她觉得 花云可能偷看过自己的日记了 文言 花云慌了 她感觉 苏宇是不是知道 张如月在背后指使自己的这件事了 我 我 花云慌了 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这里要是回答不好 该怎么办 她会不会撕了自己啊 这家伙为了剧情 已经到了一种丧心病狂的地步了 如果知道自己 听从了张如月的建议 而故意破坏了她的剧情的话 感觉自己 怕不是会被她给吃了吧 你是不是偷看我的日记了 苏宇面色不善地问道 唉 文言 花云一愣 日记 谁偷看日节了 你的日记 还需要偷看 我都是明着看的好吧 文言 花云忍不住地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真是个大聪明 自己还以为 她知道自己 和张如月的事情了 你笑什么 你果然偷看了是吧 苏宇愤怒地质问道 这家伙 肯定是偷看了自己的日记之后 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然后才干出了这种逆天的事情 可恶啊 她到底是从哪里偷看的 明明她和自己 都没有见过几面 如果是从别人的手里 二手倒卖来的话 那又是谁在一直出售自己的日记内容获利 好可恶啊 说 你是怎么偷看的 苏宇很愤怒 后果很严重 啊 花云说不出来 因为规则的限制 她说不出任何有关日记的事情 但她的样子 却被苏宇误解为她的默认 好吧 既然你已经看过日记了 那么也就应该知道 我的剧情需要吧 不如 我们现在就来补剧情吧 苏宇说吧 一只手抓住花云 另一只手准备脱裤子了 她是带着愤怒说这句话的 不 不要啊 这下 花云恐惧了 她做这一切 就是为了逃避剧情 结果现在苏宇要强行推进剧情 有什么不好 既然你都已经偷看过我的日记了 那么也应该知道 苏宇索性破罐子破摔地说道 图穷笔现了属于是 不不 我不没有 我不知道 不要啊 自己可不想和一个根本不认识 一点感情基础的男人发生关系 自己才不要做剧情的奴隶啊 想到这 花云张口 开始死死地咬苏宇的手指 试图从物理上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 然而 拥有金钟罩十九层的苏宇 也很简单地从物理上表达了自己 不接纳她的意见的意见 你 你要是敢这么对我 我就自杀 感觉咬不动的花云 反手抓起桌子上 一个削苹果的小刀 抵住了自己的脖子 说道见状 苏宇松开了手 这个女人后面还有好多的剧情 现在死掉可不行 你在威胁我 苏宇感觉很不爽 这还是她这一次轮回以来的第一次动怒 我没有 我只是想要保护我自己 花云坚定地说道 你这一次的表现 和以往的差距真是太大 苏宇看着花云 缓缓地说道 别太把自己当一回事 在别人的眼里 你们家或许是个不得了的权贵 但在我眼里 你们就是跪着要饭的 如果你一定要搞这些事情 让你和我都不愉快的话 我有的是办法 可以让你们全家都不愉快 苏宇很愤怒 但她的愤怒 是一种非常平静的愤怒 甚至 她说话的语调都非常的平静 你 你想干什么 花云声音颤抖地问道 苏宇在用家人来威胁她了 你觉得呢 苏宇笑了笑地问道 不发威 真的敢起到自己头上来了 我不会逼你的 你把刀子放下来吧 既然你都已经知道 这一切了 那就等你心甘情愿地 来陪我演剧情吧 苏宇说吧 转身离开 只留下花云一个人呆呆地站在房间里 回到房间里 苏宇很是郁闷 她现在差不多已经肯定 自己的日记跟朋友圈差不多了 就差个留言功能了 系统啊 你不是说好的日记本就一份吗 苏宇有些郁闷地问道 她感觉 如果不是花云看过日记的话 她就算是再怎么不情愿嫁给自己这件事 也绝对不想到这种办法来让故事重开 系统 是啊 是就一份 可我怎么感觉 好像大家都知道我日记上过的内容了 系统 卧槽 你沉默是几个意思 这里面是不是有啥猫腻 系统 系统故障中 等待修复 卧槽 你这百分之百有问题吧 你别装傻 给我回话 十月一日 请 我觉得我的日记本已经被人看光了 众女 你这反应是否有点 算了 看光就看光了吧 以后日记就当朋友圈更新吧 刚才我去质问花云了 她说 是想重开才干的昨晚的事情 嗯 她的目的的确是达到了 但我没办法重开了 因为重开能量用完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完成剧情的机会了 系统 我CNMD 写完日记 苏宇感觉心情舒服多了 果然 简单的嘴臭 极致的享受 自己现在感觉心情好多了 少爷 饭做好了 忽然 玉子忧敲了敲门说道 哦 马上过去 苏宇答应一声 开始起身 按照您的要求 今天给您做的是川菜 您请慢用 玉子忧冷冷地说完 转身离开 啊 这 感觉她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冷淡 哦 热烈以后 你忽然的冰冻 盼若两人丢给我去承受 等等 还有什么事情 玉子忧转过身来 脸上看不出一点表情 啊 没啥事了 接下来的几天 时间过得很平淡 大家都当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一样 甚至互相之间 很主动地拉开了一点距离 一直到一通电话打了过来 喂 进来可好 忽然 苏宇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的声音 一听就知道是老女人 有啥事快说 苏宇慵懒地说道 这几天 她过得很舒服 我投资了一部电影 让你来演男一号 你看怎么样 我 不想去 苏宇想都没想 便拒绝了 玩吗 怎么样 来不来 你现在应该也很无聊吧 老女人笑着说道 不想去 苏宇慵懒地拒绝道 听说 你最近在玩魔法少女黄游 听见这话 苏宇一下就从床上蹦起来了 谁说的 怎能凭空无人清白 看微信 张如月说完 便挂断了电话 叮咚 苏宇拿起手机一看 图片 切 不就是个魔法少女的COS照片吗 等等 这照片的主人 好像是张如月自己啊 明明已经是一把年纪了 却还COS魔法少女 这种装纯的COS 那种上了年纪的感觉 与服装的年轻之间的碰撞感 你要说这个 我可不困了呀 怎么说 苏宇激动地发消息道 过来演一下男一号 我就COS给你看 妥当 苏宇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 便答应了下来 行 十天之后开机 到时候我喊你 十天啊 十天 苏宇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内心躁动不已 不行 我一天都等不了了 开冲 另一边穿着魔法少女的COS服的张如月 嘴角微微一笑 很好 这样的话 演员基本上都凑齐了 嘿嘿 叮咚 手机微信的声音 拿起来一看 发现是玉子佑的消息 她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 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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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她正在看我的色图 算了 算了 删了 删了 这句话要是敢发出去 绝对是天崩地裂的效果 没事 没事 能有什么事情呢 肯定是因为那个不能说的原因了 张如月安慰道 嗯 玉子佑嘟起了小嘴 剧情 剧情 又是因为剧情 就不能来哄哄我 渣男 哦 三点了 得去买点菜了 先卖完菜 回来再继续生气 今天这个气就升到十一点吧 这样想着的玉子 悠出了门 刚一出门 就看到一脸悔恨的苏宇 刚好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自己刚才干了什么 畜生啊 自己 明明说好要借倒的 怎么就管不住自己的手呢 唉 这样堕落下去 怎么得了 肯定是因为没有剧情太无聊了 不行 必须得给我找点事情做 你要去干什么 苏宇看着玉子佑问道 去买菜 玉子佑冷冷地说道 行 带我一个 我也去 苏宇说道 玉子佑 女人买菜你一个男人也要跟着去 玉子佑的声音很冷 很淡 很嫌弃 骑士男人 苏宇双手一摊地问道 随即 两个人开车过去了超市了 嘖嘖 苏宇扎舌逃着里面的长鱼 哈哈 这鱼好丑 苏宇敲了一下玻璃说道 为什么豆鱼也不爱哄我 我觉得挺好看 玉子佑故意说道 今晚做点王八汤怎么样 看着水池里的乌龟 苏宇笑着说道 玉子佑看了看苏宇 又看了看妖子那块 嗯 买一剪刀吧 玉子佑点点头说道 苏宇 我逛不动了 我先会 你先买 大概十分钟后 苏宇感觉头晕目眩 胸闷气短 恶心想吐 逛街这个事情太可怕了 有生命危险啊 以后不能来了 玉子佑 菜 而苏宇 不管玉子佑说什么 都一头扎进了旁边的一个寄存区里面 这里还有电脑和兵影提供 苏宇很开心地玩起了魔法战争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玉子佑过来领取苏宇了 而她发现 苏宇正在面红耳赤地开麦喷人 哎呀 光头这剥皮的输出都没打出来 我TM一个滑板鞋 你让我打全部的团战输出 我TMS一滑板鞋上网者 你这滑板鞋玩了得等 这垃圾游戏的开麦功能 怎么还不下线啊 走了 玉子佑走过去说道 走 苏宇一甩耳机 愤怒地点了投降之后离开 垃圾游戏 环境越来越差了 二位 你们的消费数额已经达到了1000元 特此邀请你们抽奖 一等奖可以获得三天三夜的雪山之旅 情侣游殴 出门的时候 苏宇和玉子佑被喊住让他们抽奖了 苏宇没礼 这点奖品对她真没有啥吸引力的 但是玉子佑不走 她想要抽 你想去雪山吗 不 我只是觉得 如果不抽的话 我就亏了 玉子佑眼神放光地说道 苏宇 不能理解的逻辑 想去雪山的话 干脆明天就带你去好了 恭喜您获得一等奖 三天三夜的雪山之旅 情侣双人游 苏宇 这都能抽中 逆天 我怎么有一种 有大事要发生的感觉 动画片里 每次抽中这个 都是有福利要放送 而且在七八这两集里面 呜呜 玉子佑高兴不已地欢呼到 恭喜你们 可以一起去雪山游玩了 嗨嗨 请二位登记一下吧 我们后天便安排你们的旅途 工作人员很耐心地说道 我 是的 我们的活动 必须是情侣才能参加 如果您不是的话 就必须放弃奖励 我们可以奖励您其他奖 没错 他就是我男朋友 玉子佑抢先上前说道 苏宇 一起去 玉子佑满意地拿着手里的票问道 这是 他刚才抽中的奖励 当然是抓苏宇过来冒充了一下 不想去 苏宇摇了摇头地回答道 你要是想去雪山玩的话 可以随时坐我的私人飞机 自己过去玩 苏宇很是慵懒地回答道 直男 玉子佑颇有些气愤地说道 随后自己走了 哼 看不出来 这是我想和你一起去玩 苏宇 卧槽 你骂我干啥 我怎么就直男了 忽然 苏宇的手机响了 低头一看 发现是老女人打过来的电话 喂 电影快要开始拍了 是不是十天之后才开始吗 我不想去 导演说时间提前了吗 我不想去 现在没心情 叮咚一声 苏宇收到了一条微信 图片 嗯 这次是老女人COS干预的 张如月 我加价 在哪里 我马上到 定位 快 师父带我去这个地方 苏宇急忙拉住一辆出租车说道 行 师父一脚油门 苏宇很快便来到了地方 就是这里了吧 看着眼前的地方 苏宇按照地址走了进去 刚一进去 便老远地听见一道柔软的声音 妹妹时常不见 标志了不少啊 卧槽 这声音听着像是李诗涵的呀 不会是 这个杀手有点热吧 苏宇的心里涌出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随即 苏宇捏手捏脚地走上前去暗中观察 花云 李诗涵 还有那个眼目融离的男人 我靠 老女人坑我 这TM不就是 这个杀手有点热 此时 在里面 众人都在等着试镜 而一种女演员 看似在无聊的闲扯 实际上 却是很有针对性 刚才李诗涵的那一道声音 就是针对的花云 她的声音很暖 很柔 让人根本听不出来 她是个绿茶 也就只有花云知道 她坑你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 她在坑你 是啊 听说嫁入豪门了 这以后 可就是阔太太了 狗富贵 物相忘了 还来这粗俗的地方干什么 找个替身算了吧 唉 时常不见 这里还是 充满了恶心的算计啊 花云脸上笑着迎合着 其实内心对这些人 已经充满了鄙夷 花云 你过来一下 导演看着花云说道 她可不敢轻慢 现在的花云 前几天发生什么事情了 谁都知道 眼前这个女人 基本上已经内定 是苏家的媳妇了 她敢轻慢一下试试 李诗涵那个扫壁池 这次就算和谁上床 都别想能再 对花云动手脚 很快 导演将花云 带到了一个角落里 花 夫人 刘从刻办了一下之后喊道 忽然被人这么喊 花云猛得一击灵 面前趾高气昂的导演 此刻却对他点点头哈腰 言语之间 极尽谄媚之能 让花云看到之后 不禁唏嘘不已 这部电影 您看您能否就不参演了吧 刘从试探性地问道 毕竟 以您现在的身份 在来做这些事情 其实 刘从不想将话说明了 所以便在不断地尝试着 来暗示花云 看到导演的样子 花云苦笑一声 这苏家的夫人 真是不好当啊 还没有过门 便有了如此诸多的限制 导演 婚礼还没有举行呢 花云还想要试试 他打拼了很久的事业 他并不想一下就放弃掉 局部举行婚礼 很重要吗 现在谁不知道 已经是苏家内定的媳妇了 我求求你 就不要再难为我这个小导演了好吗 您现在苏家的夫人 咱们在一起说话 我都怕我有什么冒犯 刘从无奈地说道 娱乐圈的有些女明星 攀上豪门 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闻 但是像花云这次 能攀上这么大的 那可真是头一次了 如果不是两个人年龄差距实在太大 他想 现在就给花云跪下磕几个 认个啥的 好 怎么了 他这个角色有什么问题吗 不能演 忽然 一道声音响起 刘从回头一看 便看到了苏宇 一点笑意地走了过来 刘从 苏少 您 您怎么来了 这 这 我这地方 也没有个座的地方 我给您找个凳子来 刘从说着 扫视一眼 看到了李诗涵他们几个 正坐在哪里闲聊呢 几个人就李诗涵一个人坐着唯一的凳子 刘从一个箭步冲过去 一脚给李诗涵踹开了 哈 刘从认认真真的用嘴哈了一下板凳 随后伸出衣袖 努力地擦着板凳 来 您坐 这导演极度谄媚地说道 苏宇看了一眼那板凳的 没坐 听说提前开拍了 我是爱演戏的 给我个什么脚啊 苏宇伸了身懒腰地说道 反正有我出现 你这部电影绝对尚不表示 真是不知道老女人在打什么算盘 不过 那就可以了 嘿嘿 您 刘从大吃一惊 怎么 有什么问题 没 没有任何问题 不知道 您是想要演哪一个角色呢 刘从说着 悄悄地赶紧看了看试镜的名单 果然 在上面找到了苏宇的名字 卧槽 怎么就能真的是这个苏宇啊 他还以为 可能就是崇明罢了 谁能想到 真的是苏宇来了呀 刘从感觉自己 快哭了 自己这小庙 怎么忽然就来了这么大的佛 这TM根本放不下呀 张如月和自己说 那个奇怪的计划的时候 自己还不明白 是要干啥的 随便 你看着安排吧 老女人好我过来的 我也不知道 自己应该是那个角色 苏宇随意地回答道 那 主角吧 您看怎么样 刘从急忙谄媚地说道 主角 苏宇思索了一下 叶晨好像演的是男二吧 主角自己演好像也行 不过 这可是主角重要的爽点 和自己没关系的事情 自己还是不要参与的好 毕竟 自己就是冲着老女人的cost过来的 随便给我找一个 不要紧的配角吧 苏宇说道 好好 刘从急忙点头答应道 反正不管苏宇说什么 他只要说好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 无关紧要的配角 您要演吗 就一场戏的那种 一场戏 那看来 活还不重 相当于白条老女人的cost 行 没有问题 苏宇回答道 啊 看上去 您似乎还不知道 自己要演的角色是啥 好 那您来试一下镜头吧 导演说道 行 导演 那我的戏 花云借机问道 不好说 刘从摇了摇头的说道 这种事情 他说了不算 给苏宇说了才算 演的好啊 苏宇还没有演完 导演便开始鼓掌喝彩了 苏宇 您这个马屁拍的 就硬拍是吧 行 那什么时候开拍 现在 现在就可以开始拍 因为只有一场戏 火也不中 您现在演完 现在就可以走 刘从信心满满的说道 反正有你出现在镜头面前 这电影根本播不了 不过 反正又亏的不是自己的钱 是投资人的钱 自己怕什么 给投资人发个短信吧 于是 刘从悄悄地在旁边拿出自己的手机 敲了一条短信发了出去 苏少来了 一切都按照计划行动 哦吼 看到短信的张如月 微微一笑 不错 不错 这下的 有好戏看了 随后 苏宇被刘从请到了一个房间里 房间里有一个床 里面的装饰 与普通的酒店房 没有什么两样 这是要演什么 苏宇有些不解地问道 床戏 导演斩钉截铁地说道 床戏 W 是我理解的那个床戏吗 如果您愿意的话 别 别 别 文言 苏宇急忙拒绝 随后 刘从拿起手机 开始给叶晨打电话 赶紧给我滚过来 刘从吼的一声 随后挂断了电话 然后又去将李世涵喊了进来 躺过去 准备开始演 导演说道 他谁啊 我不想和他演 李世涵看了一眼 苏宇说道 啪 导演气得 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李世涵被打猛了 你不演 就给我找你妈来演 看到刘从黑着脸的样子 李世涵怂了 混了这么长时间 他察言观色的本事 可不是盖的 知道这是来真的了 于是乖乖地躺了上去 这是要演什么 苏宇奇怪地问道 床戏 导演刘从走过来 很是认真的说道 床戏 等会 你们这个电影 到底演的是什么玩意 苏宇感觉有点不对劲了 以前轮回的时候 他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所以并不清楚 里面到底啥情况 只是知道 叶晨曾经参与 演过这场电影 哦 是这样的 我们的这个电影 主打女性市场 故事的剧情是这样 一位女杀手 为了完成任务 赞助在了主角 王小二的家里 然后两人之间 萌生爱意 相亲相爱 没羞没少的故事 刘从急忙谄媚地 过来介绍道 那我这个 只有一场戏的 是啥情况 哦 是这样的话 女杀手在 与王小二吵架之后 出轨前男友的故事 您现在就演那个前男友 待会主角会过来 刚好撞见你们 苏宇 这是什么牛马剧情 那之后呢 不是说大结局 是主角和女主 相亲相爱 没羞没臊的故事吗 苏宇问道 是啊 没错 主角选择了原谅女主 充分展现了 自己作为男人的大度 所以 他们相亲相爱地 在一起了 导演刘从 理所当然地回答道 苏宇 好吧 开始拍吧 苏宇说着 躺了下去 来 架机 刘从说着 喊过来摄像机架了起来 这种垃圾片 也不需要什么高端的机位 就往哪一处 开拍就行 不对啊 这垃圾电影 我记得好像活了的呀 死 多半是买的流量吧 离谱 苏宇摇了摇头 躺在了床上 来 抱得紧一点 导演说道 不好吧 这不还是主角的女人吗 我已经对不起过一次主角了 你不能让我一错再错吧 而就在苏宇犹豫的时候 李诗涵已经主动抱上来了 因为刚才 刘从悄悄地在他耳边说了苏宇的真实身份 李诗涵觉得 自己跨入豪门的机会来了 话语那个小表杂 哪里能比得上自己 凭什么他就能嫁入豪门 而自己却得陪着那些恶心的男人打转 凭自己的魅力 还能拿不下一个苏宇 这样想着的李诗涵 不断地凑近苏宇 他的机会 可就只有这个尽头的这点时间 您是第一次演吧 李诗涵的声音柔柔懦懦的 很是好听 和以前轮回时候听到的一模一样 但是苏宇此时心中却充满了惊诧 怎么肥四 这个李诗涵怎么这么主动 以前轮回时候看到的他 可是纯情的处女人设 那可是听人讲颜色笑话 都能脸红半天的人 这次怎么刚上来 主动抱自己了 你主动地让我感觉到陌生啊 按照你的人设 你要么找替身 要么保持一个很安全的距离啊 而且你这个手 苏宇低头看了一眼李诗涵的手 这TM搂男人的手法怎么这么娴熟 你怎么会这么熟练啊 苏宇开始感觉眼前 这个女人不对劲了 她怎么和以前轮回时见到的样子 不太一样 而看到苏宇看自己的手 李诗涵的心中很是得意 这怕不是个厨吧 如果是个厨的话 那可太好了 那可太容易拿下了 而且拿下之后 还会有极高的忠诚 就比如华夏首富的第一任女朋友 而嫁好机位的刘从 转身悄悄地离开了 将空间留给了李诗涵 加油吧 机会我给你了 就看你能不能好好把握了 你拿下了那么男人 要是能拿下这个 才算你有本事 来 让我告诉您 床戏应该怎么演 李诗涵说话的时候 开始扭动身体 进而让床开始发出 咯吱咯吱的声音 苏宇 卧曹 您的纯情欲女人设呢 没想到 居然是这种人 我轮回了99次 怎么就没发现啊 丁 恭喜宿主 收集到李诗涵的隐藏卡片 剧情完成度正1% 当前完成度 20% 苏宇 卧曹 什么玩意 隐藏卡片 这就直接给我完成了 1%的完成度 而且 20%的完成度 自己这次的剧情 果然崩成狗了 按照惯例 目前自己的完成度 起码得在80%以上 还差不多 系统 能否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情况 隐藏卡片 指您在此前轮回中 未曾发现的角色的 真正面目 或某一件事情的 隐藏真相 收集这些隐藏卡片 可以增加您的剧情完成度 卧曹 我TM狂喜 这简直就是 自己已经濒临崩溃的剧情的良衣啊 系统 我爱你 莫 系统 谢谢 不远 咋回事 自己都这么卖力了 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努力地在搔手弄姿的李诗涵 看着眼前的苏宇 心里很是疑惑 当然 他哪里知道 苏宇此时正沉浸在自己的剧情 完成率被解决的兴奋中 而刚被导演打电话喊的叶辰 此时也走了过来 哟 来了 过来打开这扇门 看到叶辰走过来的刘从 指着门对叶辰说道 嗯 就是开个门这么简单 自己还以为喊自己过来 到底是有啥事呢 随即 叶辰捏在了门把上 一把便推开了门 你倒是看看我呀 李诗涵心里焦急不已 这机会 自己快要把握不住了呀 那张床 也被他摇得咯吱咯吱的 像是在演奏交响乐一样 噼啪一声响 床塌了 刚好就在叶辰推开门进来的刹那 卧槽 苏语惊呼一声 急忙从他县的床上坐了起来 而一旁的李诗涵也被扮了一大娇 我吸 一声破音的喊叫 李诗涵的胳膊被一个钉子给扎破了 好在伤口不是很严重 但应该是要去打破伤风了 啊 看着眼前的一幕 叶辰愣住了 他的脸上茫然一片 这什么玩意 叶辰 看到眼前出现的人 苏语也愣住了 嗯 不是说是主角过来捉奸的吗 怎么来的是叶辰 难道主角是叶辰 啊 这 好 完美 非常完美 这时候 刘从出现了 好了 你先在外面等着 刘从说着 走了进去 并且将门关上了 将叶辰一个人锁在了外面 苏绍 辛苦您了呀 好了 您的戏这就演完了 刘从一脸热情地过来说道 顺道 刘从看了一眼旁边的李诗涵 可惜了 给你机会你把握不住啊 那看来 就是神仙也就不了你了 随即 刘从陪着苏语走了出去 外面 花云正在等待 导演 我的谢 看到刘从 花云凑了上去问道 这个 刘从文言 转头看向了苏语 他就看苏语的意思办好了 别演了吧 苏语摇了摇头地说道 文言 花云咬了咬自己的嘴唇 他知道 自己恐怕以后再不可能有出现在电影前的机会了 对了 回去就给我把任何有他出现的电影都下架掉 任何人都找不到的那种 苏语说道 您放心 我们已经在做了 刘从点点头说道 为什么 听到这个消息 花云震惊地看向了苏语 他没有想到 非但是自己以后不能再出现在荧幕上 连自己以前参演过的电影都要下架 你以后就是苏家的夫人了 任何媒体没有许可 都不允许随便使用你的形象 你知不知道 如果放任那些东西在外面 你的形象很有可能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造成不可预估的后果 苏语淡淡地说道 以前在你那个普通家庭 你可以这么做 但是现在 你得注意点 没办法 别怪我铁石心肠 这种事情 我也没有办法 看着花云那快要哭出来的表情 苏语也只能怂怂间表示无奈 那你呢 你不是当才拍了一场戏吗 花云不服 质问道 哦 这部电影现在已经上映不了了 拍完以后 仅在内部流传 不等苏语说话 刘从便上前一部说道 哦 文言 花云眼圈一红 险些快要哭出来 唉 真是个苦命的人啊 看到花云哭 苏语心里多少也有点塞 经历过很多次轮回的他很清楚 这个姑娘的命运有多么的悲惨 但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毕竟 悲剧的童年 悲剧的成年 悲剧的事业 被强迫嫁给自己 这些事情 根本就不是某一个人做些什么 就可以弥补回来的 唉 如果早知道 还有收集卡片 和隐藏彩蛋来推进度的办法的话 自己或许就会想办法不娶他了吧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让他的人生有一些美好 以后对他好点吧 自己也只能这么做了 走吧 以后不要来这种不三不四的地方 苏语叹息一声 伸出手去 拽着花云离开了 苏语刚刚离开 叶晨便走了过来 导演 你找我过来 到底有什么事 叶晨的脸色很不善 这个导演找自己过来 就让自己开了一扇门 看见里面两个人在床上躺着 然后就没了 玩自己呢 哦 你来了 刚好顺着刚才那一幕 再演上一幕吧 刘从说着 给叶晨看了一下接下来的剧本 然后带着叶晨 来到了一个老式的投币电话亭旁边 来 拿起电话 刘从说道 叶晨拿起电话 刘从在旁边放了个声 是李诗涵的声音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怕他误缓 不 一声痛呼 叶晨跪在地上 灯光瞬间一按 一道灯光打了过来 照射在叶晨的身上 同时 一旁的造雪机 开始喷雪花下来 雪花飘飘 北风萧萧 嗯 不错 刘从很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而这时候 李诗涵也走到了刘从的旁边 刚才的机会 他没有把握住 他感觉很懊悔 现在心情很糟糕 刚才的机会 你没有把握住啊 刘从一边看着叶晨在地上哀嚎 一边握住李诗涵的手问道 这其实倒也在他的预料之内 就算他能拿下苏语 他也没有可能跨入人家的门 毕竟豪门也是要脸的 找一个他这样的 以后出去见人的时候 不嫌丢人啊 那些人想打听消息 有什么消息能打听不到 谁知道那块木头在想什么 李诗涵懊恼不已地说道 他已经再很努力了 差点就让那一段播不出去了 但是苏语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他能有什么办法 哼 你呀 看看眼前这个吧 我倒是觉得这个比较适合你 这个 李诗涵看着眼前的叶晨 有些不屑 叶晨的消息他知道 一家医药公司的老板 没什么大不了的地方 和他平时见到的大佬比起来 实在是不值一提 知足吧 你还能有几年啊 刘从直接地说道 是啊 他还能有几年 更年轻 更漂亮的 马上就要替补上来了 到时候 他恐怕连叶晨这样的 都没得选了 这小子 要是这一单生意能谈成 以后也不是不能非福即贵 各种厉害 你自己比较吧 刘从说完 转身离开了 而李诗涵则是盯着眼前的叶晨 开始沉思 好啊 那就下手试试 反正也不缺他这个男人 李诗涵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得意的他 丝毫不知道 在自己的旁边 早有一个人在盯着他了 辛苦了 叶晨刚演完 李诗涵便拿着一杯茶水走了上来 哦 看到有人给自己递茶水 叶晨急忙伸手过去接了过来 而在给叶晨递茶水的时候 李诗涵伸出自己的小拇指 在叶晨的手心里搔了两下 这两下 可直接给叶晨搔的眼中金光大作 我叫李诗涵 也算是你的一个前辈了吧 李诗涵熟练地操起了 自己那柔柔懦懦的商业用嗓音 这声音听得叶晨不自觉地 便陶醉在了里面 你呀 刚才演得有一点小毛病 那个神态啊 有点僵硬 李诗涵以前辈的姿态说道 新人妈 第一眼 不如你教教我 叶晨嬉皮笑脸地说道 看到美女 她瞬间跟变了个人似的 好啊 待会你来我房间 我知道指导你 李诗涵轻声一笑地说道 他笑得很克制 也故意笑那种 最能勾引男人的声音 随后 李诗涵转身去了一趟厕所 这小男生 自己还不是手到擒来 上完厕所 李诗涵笑着开始洗手 而在他的背后 一个人影缓缓地出现 自然正是左云路 猛地一抬头 李诗涵便看到自己的身后 忽然出现了一个人脸 啊 他还来不及叫喊 对方便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巴 这人正是左云路 他脸色冰冷 一句话都没有 嗯嗯嗯 李诗涵的眼神之中 充满了惊恐 随后便被拖入黑暗之中不见了 晚上 李诗涵的房间 奇怪 人呢 怎么没人啊 如约去李诗涵房间里找人的叶晨 等了半天 却没有等到有人来 只好兴兴地作罢 另一边 张如月正坐在办公室里 欣赏刘从给自己发过来的视频 音吹思听 张如月对刘从目前拍出来的电影 感觉到很满意 虽然只有一个片段 就是刚才拍的那段 叶晨扮演的主角 抓紧的片段 感觉心满意足的张如月 拿起手边的电话 给叶晨打了一个电话 喂 你明天派人来我公司吧 咱们的合作 可以签合同了 哦 可是电影还没有演完啊 那不重要 张如月淡淡地说道 文言 叶晨皱起了眉头 他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了 在想到那个导演 最近疯狂地修改剧本的事情了 他感觉 这后面的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自己是不是被耍了 叶晨皱了皱眉头地想道 你在玩我 哦呼 还挺聪明的吗 张如月微微一笑 点头笑着答应道 是啊 就在玩你啊 你 叶晨愤怒不已 他刚想要说话 就被柳天一夺过来了电话 喂 张总 您放心 明天我就过去和您签订合约 您放心 88 说完 柳天一便挂断了电话 你干什么 叶晨非常愤怒地质问道 柳天一看着愤怒的叶晨 无奈地叹息一声 两个人之间 已经没有任何的言语 相顾无言了 属于事 事关公司存亡 我们得罪不起他 柳天一说道 叶晨没有在说话 只是脸色难看地喘着粗气 对了 罗宇呢 怎么没有看到他人 叶晨忽然开口问道 他现在感觉心情很烦 想找他发泄发泄 不知道 失踪了 柳天一说道 失踪了 怎么可能 叶晨眼色一变地说道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 他就是自己失踪了 他已经好几天没有上班了 柳天一说完 转身离去 他是真的有点气了 刚才要不是自己及时阻止 要是任由叶晨继续说下去 那后果简直太美丽 叶晨的这个公司 几乎是他一手带起来 他对这里有感情 他绝不允许这种事关公司 生死存亡的事情 由着叶晨胡来 唉 自己是不是该考虑换一个主公了 抬头看看天 柳天一在心里说着 啊 苏宇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走进了自己的别墅里 被他一并带回来的花云 显然兴致不高 就在刚才 他的职业生涯 基本被判了死刑 但苏宇对此 除了表示同情以外 也基本没有啥其他的办法 晚饭吃啥 苏宇无聊地问道 他感觉自己现在 差不多已经废了 每天的事情就是 早饭吃啥 午饭吃啥 晚饭吃啥 王八炖汤 玉子忧冷冷地回答道 啊 这 你给我做这个汤喝 是几个意思 我感觉不对劲哦 随意地 将自己甩在沙发上 苏宇打算研究一下 这个新出的功能 系统和我细缩 一下这个卡片功能呗 系统 没玩过 收集道具 完成隐藏结局 知不知道啊 OK 你这么说我就懂了吗 好 那么让我看看 我这次收集的这块卡片 李诗涵 卡片 伪装 巧妙的伪装 精巧的设计 不择手段的 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悟了轻轻性命 哦呼 这可真是有意思 苏宇看着自己 拿捏在手里的卡片 这张卡片 正泛着有黑的光 则则则 看着手里的这张卡片 苏宇忍不住地咋舌 想不到 自己以前轮回的时候 居然都没有发现这些 有意思 真是有意思 这穿越的生活 越来越像Gail Game游戏了 系统 这玩意 有没有一个 可以量化考核的标准啊 苏宇忽然想到 这东西 要是没法进行量化考核的话 那自己这次是运气好 弄到了一张卡片 以后呢 怎么着 毕竟 标准只有模糊的一句 找到隐藏剧情 和角色的真正面目 这可难办了呀 系统 没有 你把我气死 系统 系统 不过 我可以给你一些提示 帮你标注一下 那些角色存在 可以挖掘的隐藏剧情 或者可以收集卡片 这还差不多 苏宇嘀咕了两句 少爷 吃饭了 玉子忧忽然跑过来说道 这一道声音 打断了苏宇的思考 哦 好 苏宇答应一声 去了桌子前 今天心情好 多吃点 但是苏宇一坐下 就感觉心情不好了 在她的面前 只有两盆王八汤 就吃这个 嗯 我炖了好久的 玉子忧点点头道 这 不太好吧 苏宇看了一眼玉子忧 又看了看面前的王八汤 女人 你想干嘛 我想吃泡面 你给我做一碗泡面得了 苏宇说道 没有 没有 你故意的是吧 没错 我就是故意的 玉子忧一抬头说道 啊这 你想干嘛 你最近状态 好像很差哦 谁让我状态变差的 自己心里没点数 哼 随即 玉子忧走了过来 将抽奖抽到的机票 放在了苏宇面前 陪我去玩这个 我 苏宇本来想要拒绝 但是却看到玉子忧 已经委屈到 快要一出的眼睛 啊 要不 还是陪她去一下吧 反正没有剧情了 自己也是嫌得慌 苏宇心软了 好歹自己也 嗨嗨 好吧 不过 咱们不如 坐我的私人飞机去 怎么样 苏宇耸耸肩地问道 她感觉 这样方便又安全 不 玉子忧拒绝道 听说一块去的都是情侣 咱们和那些情侣一起去 玉子忧拿起飞机票 捂住自己的嘴脸说道 苏宇 你确定要跟着他们一块去 苏宇看着眼前 红红艳艳艳的情侣问道 她是被拽过来凑数的 毕竟 人家要求的是情侣 而领奖报的时候 报的就是她 她要是不来 人家不让玉子忧上飞机 小声点 装得像一点行不行 玉子忧说道 非得沾着便宜不行 你好歹是我苏宇的女 不 想去雪山玩 坐我的私人飞机去不就行了 苏宇呛了一口水地说道 你刚才想说什么 玉子忧白了她一眼 你不想干就回去吧 明天等着我给你做法国窝牛饭 别 其实我挺想去雪山玩的 人多了也热闹 苏宇马上改口 很快 他们开始登机了 180 这可不像是什么好号码啊 希望别处啥事啊 看了一眼飞机上的号码 苏宇默默地在心里吐槽着 很快 众人坐上了飞机 总感觉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苏宇在心里嘀咕着 很快飞机起飞了 苏宇顺势侧着脑袋开始睡觉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忽然轰隆一声 给苏宇直接惊醒了过来 发生什么事了 而就在苏宇疑惑的时候 看到一个空姐走了进来 各位乘客不要惊慌 我们的飞机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故障 现在已经在抢修了 请各位稍安勿躁 空姐很有礼貌地说道 顿时 飞机上的众人长出了一口气 既然都这么说了 那肯定就没啥问题 自己还是睡吧 苏宇刚一闭眼 飞机一头攒上了一座雪山 轰隆一声巨响 飞机原地爆炸 爆炸产生的余波很强烈 给苏宇一下震得没了困意 卧槽 飞机爆炸了 苏宇下意识地拽过来 旁边的玉紫幽户在自己身下 还好 萧嫣散去之后 他和玉紫幽都没啥事 倒是这一飞机的乘客可惜了 只有自己和玉紫幽活了下来 不亏是我 问鼎七的强者 能让开一下吗 苏宇的身下 传来了冷冰冰的一道声音 啊这 玉紫幽 你就是这么和你的救命恩人说话的 不过苏宇还是退让开了 环顾四周 苏宇发现周围是白茫茫的一片 哦呼 这下真的雪山之旅了 绝绝子到翘脚脚 不过 自己问鼎七的修为 都能在刚才保住自己的生命安全 现在这个情况 离开也肯定不是很难吧 毕竟自己看那些里 修真是跺脚一飞 便是几万丈了 我跳 苏宇试着跳了一下 发现自己因为长期缺乏锻炼 所以就跳起来二十厘米的距离 嗯 是不是我的打开方式有问题 对 一定是打开方式有问题 让我重新来一次试试看 随即 苏宇做出了一个超人飞行时的pose 我跳 十九厘米 系统 为啥我不能飞呢 系统 宿主为修行飞行法术 无法飞行 嗯 还得修行一下法术 那些里不都是突破一个境界之后 直接开天辟地吗 系统 你还知道 那都是啊 我抄 那咱们不就是在一本里吗 系统 该问题无法回答 苏宇 好吧 那你告诉我 我怎么才能从这里飞走 系统 学习一个飞行法术 那我现在怎么弄一个飞行法术过来 系统 写日记 文言 苏宇掏出了自己的手机 嗯 在这种严寒之中 水果手机直接动成脑震荡 开不了机了 至于手写的日记本 这里又没有墨水 怎么写 写学书吗 而且 写了也不能保证给自己想要的功法 恐怕 我得离开这里 才能写日记 系统 那您需要飞行功法 苏宇 垃圾系统 NMD 系统 请不要辱骂系统 硬了 硬了 苏宇的拳头硬了 MD 人别的理 那主角修为上去 以后还能爬洞 你这个系统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拉垮 能不能学学别人家的系统 系统 嗨嗨 根据我在宿主系统情报网络群里 所获取的消息来看 其他中那些主角不怕动 完全是在硬抗扛的过去 就是主角 抗不过去就是配角 系统 另外再和你分享一个情报 根据不完全统计 大约有46 5%的主角 在潇洒地装完必杀完人之后 都选择了去河边洗衣服 其中有89%的人 顺便洗了自己的内裤和袜子 并导致了河内鱼虾的部分 非正常死亡 当然这部分内容 属于不会出现在描写里 但会出现在世界中的内容 苏语 我看不懂 但我大受震撼 系统 所以 这也就是为什么 系统流被开发出来的原因 毕竟按照传统的路径 后期主角一闭关 就是几万年 等他出来的时候 他必定穿着一条 几万年没有洗过的内裤和袜子 这两样东西 本身就是一件 违背伦理的生化大杀器 苏语 也就是说 你一点忙都帮不上我是吧 系统 翻译一下的话 是的 垃圾系统 苏语默默地骂了一句 而出乎意料的 系统这次居然没有回嘴 看来 自己只能想办法 面对眼前的风雪了 回去飞机上 苏语发现了 正瑟瑟发抖的 蜷缩在飞机角落里的御子忧 这破地方温度 不知道到零下多少度了 苏语自己 也已经被动得不行了 MD 没有飞行法术 也没有预寒法术吗 苏语搓着自己的胳膊说道 完了呀这 于是 苏语也给自己找了一个地方缩进去了 距离玉子忧也不远 但是两个人都很有默契地保持了一些距离 但是很快 两个人就被动得受不了了 不自觉地开始互相往一块挤 好冷 好冷啊 玉子忧都被动哭了 你哭啥哭 不是你非得来这里 咱能有这罪受 苏语听见哭声 挺烦地就说道 我那五架私人飞机 你随便挑一个飞载 也不至于出这事啊 苏语说着 又往一块挤了挤 怪我 还不是因为你哪天以后 就没有关心过我 你是不是想玩玩 我就丢了 我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都不来找我说话 对我态度那么冷淡 啊 难道不是你先对我爱答不理的吗 明明是你先当什么事 都没发生一样的渣男样样 明明你先 你先 你 苏语争不过了 他不想说话了 往旁边退了退 离我远点 不想和你说话了 哼 渣男 暴露本质了 玉子忧冷哼一声说道 我怎么渣男了 那你说 那天以后 你为什么不来哄我 我那是 算了 说了你也不懂 不就是为了你的破剧情吗 你的日记我早看遍了 话刚说完 玉子忧自己也吓了一跳 限制解除了 自己能说出日记这个词了 好啊 果然是你偷看的我的日记 想不到日房夜房 家贼难防 苏语气得不轻 站起来说道 就是因为 你偷看我的日记 坏了我多少大事 自己就说 这次的剧情 怎么这么离谱 原来坏在你这里了 哼 你那个日记还需要偷看 我们人手一本好吧 玉子忧说道 人手一本 苏语傻眼了 这玩意还能人手一本 系统不是和自己说的日记本 就一份吗 咋能人手一本呢 不过人手一本的话 很多事情就解释得通了呀 MD 系统你骗人 系统 你给我出来 然而 系统一声不吭 MD 又装死 这狗东西 说 为什么那天不过来哄我 而是直接跑了 你知道我这几天有多伤心吗 玉子忧揪住苏语问道 我那不是为了剧情吗 剧情 剧情 你那个破剧情 就那么重要 你不要无理取闹 我无理取闹 那你说说你为什么那么冷酷 我再冷酷 也没有你冷酷 你无理取闹 你看看 你这几天对我是什么态度 有点女仆的样子没有 你冷酷 你无情 你才无理取闹 我再冷酷 再无情 也没有你无情 你冷酷 你无理取闹 我 还没有张口 一阵寒风呼呼地吹了过来 那滋味 就像是用横刀子 在刮两个人身上的肉一样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两个人身体下意识地抱在一起 开始取暖 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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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几乎同时喊了停站 关于你为什么不来哄我的问题 我想先放一放 你能不能先想办法解决一下咱们的温暖问题 这也是我想说的 又一阵风吹了过来 两个人感觉 现在像是一个铁扫把 再从身上往过横扫一样 两个人都开始被动得发抖了 那个 你要是能现在想办法弄点火过来的话 我就原谅你 没有过来哄我的事情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还是哄你吧 我一刻都不想离开现在的状态 我感觉离开之后 我怕不是已经半只脚踏入了地狱 苏宇动的嘴唇发抖地说道 我给你一个亿 你现在想办法解决一下咱们的温暖问题行不行 苏宇问道 可以 你能不能现在就给我一个亿 我可以将那些钱烧了 这样就解决问题了 玉子忧回答完 两个人同时哭了 不要啊 我想回去现实事件 我不想死在这 我想我的大豪死了 我的空调 我的游戏 我的饭饭 我想回去了 少爷 我再也不想跟这种团了 以后不会有机会了 另一边 正在办公的苏良平的办公室 忽然被一个急匆匆的人闯了进来 什么事啊 这么慌慌张张的 苏良平对于来人的慌张很不满意 能有多大的事情 至于这么慌张的 他苏良平什么场面没见过 这个下属这么轻浮 一看就成不了大事 以后别在自己身边干了 苏总 出了个意外情况 是这 先别急 苏良平喊住了要汇报的人 他对于眼前这个人的各方面都很不满 在自己这里做事 怎么能有这样失态的模样出现 把你的汗擦一擦 慌什么慌 另外 衣服收拾收拾 你看看那个你点 还有你的姨态 都给我纠正好了再说话 慌什么慌 我苏良平什么场面没见过 什么事 你至于慌成这样 在我这里做事要牢记 任何时候都要有风度 不能慌 知道吗 这 嗯 是 是 这人文言急忙擦了擦汗 咳嗽两声端正了自己的姨态 嗯 苏良平勉强点了点头 苏公 现在向您汇报一下 苏公子刚刚发生的一件事 就在刚才3点23分的时候 苏公子乘坐的一架音波737 MAX飞机 撞上一座大山 目前生死未卜 有了刚才的教训 这人一口的波音枪 说得不紧不慢 嗯 支 等等 你说什么 今天的3点23分 苏与苏公子乘坐的一架音波737 MAX型号的飞机 在飞行途中 发动机忽然失灵 一头传上了一座大山 目前生死未卜 一句话说完 苏良平捂着心脏 一下就跌在了椅子上 浑身抽抽的 像是杨颠峰发作了一样 苏公 苏公 这人见状 急忙冲了上去 快拿速效就行完 一道声音 喊得一群人跑了过来 快 苏公 药来了 先吃两颗 苏良平看着递过来的药 浑身忽然有了力气 一把打飞了药瓶子 人蹭的一下 重新站起来了 快 快给我动员 所有能动员的力量去找人 能找到人的 我封他万户侯 苏良平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另一边 互相抱紧了取暖的两个人 已经逐渐地 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他们甚至都已经在心里想好了 遗书要怎么写 现在 他们在互相摩擦身体来取暖 少爷 你能不能换个地方 玉子忽看着苏宇 很无奈地说道 没事 这个大腿 尤其是根部这一块地方 可得重点保护 否则可能会有节肢的风险 玉子忽 你看着我的眼神说话 苏宇只好兴兴地收了手 这还差不 玉子忽的话还没说完 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再苦不能苦孩子 我这可是为了吓一代 啪 色狼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想这种事 能不能等回去 玉子忽气急败坏地说道 话刚说完 就听见外面传来了直升飞机的声音 肯定是我爹找的人来救我了 走 听见声音的苏宇激动不已 带着玉子忽一个箭步地冲了出去 外面果然停着一架直升飞机 苏少 快上来 随即 苏宇忙带着玉子忽一块坐上了直升飞机 看到苏宇还带着一个人 领头的脸色有点变化了 苏少 我们的飞机只能带一个人 苏宇文言 看了看这个领头的 随后说道 行 那我下去吧 别 别 苏少 我们带两个人也可以试试 可以试试 领头的急忙说道 哼 小样 阿T 一个喷嚏过后 苏宇又裹得紧了紧自己身上的毛毯 这一下子给他动的 真是有点遭不住 MB 感觉这个世界的修为就像假的一样 自己都问顶期了 居然还能癌动 简直就离谱到魔幻 苏少 一个毛毯是不是有点不够 旁边的队长看着苏宇的样子问道 你们还有多余的毛毯吗 这队长看了一眼 也同样裹着毛毯的玉子忽说道 有的 那还不赶紧给我再弄一条过来 苏宇说道 于是 队长将玉子忽的毛毯拽了下来给了苏宇 苏宇 玉子忽 苏少 您感觉好点了没有 这队长一脸谄媚地问道 我感觉 如果你现在从飞机上下去 会更好 苏宇说道 苏少 您在开玩笑了 这队长笑着说道 那你在开什么玩笑 苏宇说着 把玉子忽拽进了自己怀里 两个毛毯就是好多了 他不想再分一个给玉子忽了 所以就把他拉进了怀里 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 啥话啊 这是 我是那种人 你是不是沾点啥 不想呆滚出客 我不 队长 啊 这 眼前的一幕让他极为好奇 这女人到底什么身份 自己刚才干了什么 完了呀 回到江城 有人刚一下飞机就接他去了医院 各个顶级的医生 开始挨个给他会诊 给他折腾的够呛 爸 我就是挨了点洞而已 其他啥事都没有 苏宇抱怨道 听话 听医生的 待会再让生殖科的专家 给你好好检查检查 生殖科 爸 你确定 哎呀 万一呢 我听说 温度低 是有可能有影响的 啥叫有可能 爸你什么时候 也开始信这种 没有依据的话了 没必要 我用实际来向您证明 好吧 这可是你说的 说了可就不准反悔熬 苏良平激动地说道 我 我先撤了 苏宇说着 转身穿上鞋子 便溜了 这破地方 不能呆了 回到别墅 苏宇一头钻进了被窝里 啊 熟悉的地方 太幸福了 我 还能回到这里继续待着 真是太幸福了啊 不行 我要写一篇日记记录一下 随即 拿起手机 速于打开日记本开始写 10月3日 请 好久没有写日记了 发生的事情 是真TM的多啊 首先 TMD我坐的飞机 居然坠机了 还TM是 落在雪山上了 那破地方 快冻死我了 臭 这里点名批评玉子忧 你坐我的私人飞机过去 能有这么多的破事 能把咱俩丢在哪里还冻 我知道你能看见的熬 但我还是要批评你 你害得我差点冻死了 另外 我TM终于知道 为啥这次 我的剧情里 有这么多人在捣乱了 他喵的 我的日记 居然是谁都可以看见的 这合理吗 正经人谁写日记 系统 你这不是摆明了坑爹呢 怪不得老女人 能凭空知道药方 怪不得你们这些人 一个比一个脱离剧情 脱离的离谱 合着你们 都从我这提前知道 剧情了是吧 MB 合着你们 用着我手里的情报坑我是吧 刘汉黄豆笑 好 以后我再也不会在日记里面 更新剧情了 你们想知道剧情 就自己猜吧 日记刚写完 女主群 张如月 AD所有人坏了 这个大聪明发现了 楚梦妖 AD所有人坏了 这个大聪明发现了 柳如烟 AD所有人坏了 这个大聪明发现了 玉子忧 AD所有人是也告诉她的 张如月 怎么告诉她 玉子忧 直接说 限制解除了 柳如烟 限制解除了 那我能光明正大的 去找她报仇了 玉子忧 AD柳如烟 你和少爷有啥仇 柳如烟 她在日记里点名批评我 楚梦妖 限制解除了这种事 还是不要去宣传会比较好吧 张如月 没错 我赞成 玉子忧 AD柳如烟 我劝你善良 柳如烟 她可刚刚在日记里 也批评你了 你确定要帮着她 不帮我 咱们可是统一战线的姐妹 玉子忧 谁和你是姐妹 玉子忧 柳如烟 好家伙 有意的小传说翻就翻试吧 好 写完了 让我来玩一盘黄油吧 苏宇关闭日记APP 转身坐到了自己的电脑前面 忽然 她发现自己收到了一份邮件 随意地瞟了一眼 苏宇瞬间便感觉不对劲了 你好 我的手里也有日记 我想我也应该是中的某个人物 听说关于日记的限制解除了 我现在很想知道 关于我的剧情内容 另外 鉴于您的日记 可以被任何人看到 我希望您可以私发我的剧情内容给我 谢谢 啊 什么情况 苏宇见状 点开了这份邮件 里面的内容很长 大致是说 她从自己手里有日记这件事 推测自己也应该是的女主角之一 因此 在日记的限制被解除之后 她想要知道自己在这部中的剧情内容 后面还附上了一张照片 死 这照片挺凉快的 挺好 苏宇先右键 将图片保存了一下 随后开始思考 从发邮件的地址来看 这TM 不是39给自己找的那个搞情报的吗 原来它就是暗啊 啊 这 看着眼前的邮件 苏宇开始苦苦地思索 自己应该怎么回答 啊 关于她的剧情 这猛的疑问 自己还真是不太想得起来 她的剧情是啥了 而且 她的剧情是在国外的 自己的剧情 基本都是在国内 他们两个很难有啥交集啊 以前轮回的时候 基本没见过 导致她也就是知道 有这么一号人 但是剧情的剧情 是啥不是很清楚 不像她和楚梦瑶求婚的这点剧情 她是非常清楚内容的 毕竟是自己每次轮回一开始 就进行的剧情 但是关于暗这个人呢 死 苏宇多少有点犯难 这个人的剧情 自己真的是啥都不知道啊 李的内容也一时想不起来了 就算是他问自己 自己也不知道啊 算了 不回了吧 就当没看到 苏宇想了半天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合适 索性就假装没看到了 开游戏 开游戏 叮 隐藏剧情卡片已出现 忽然 苏宇听到一道系统的提示音 检测道具被隐藏剧情卡片的人物 按 特此告知宿主 嗯 她身上有可以收集的剧情 或者卡片 苏宇瞬间便来了兴趣 要这么说的话 那自己可就不困了 苏宇急忙开始准备回复 坐在电脑前 苏宇苦苦思索 怎么回复 这几天 她总结了一下自己上次收集到那个卡片的原因 感觉完全就是一次意外 自己撞见了李诗涵那个女人 不为人知的一面 所以触发的 那么也就是说 按这个角色身上 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 或者说 在描写的表象之下 有着不为人知的真实一面 只要自己找到那些东西 或许就可以收到卡片 推进完成度 不过 这就说不通了 德作者在描写的时候 创造李诗涵这个人物的时候 并没有给过他那些不为人知的属性啊 这是怎么回事 系统 德创作者以为是自己在创作 实际上适中的人物在创造作者 无论作者书写与否 的世界都是真实存在的 只是作者刚好发现了这个世界而已 而这个世界中的人物 会按照自己的意愿 让作者描写自己的模样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作者会发现 自己笔下的人物 有时候会开始不受自己控制 擅自行动的原因 啊这 真是神奇的解释啊 要是按照这么说的话 提现木偶的表现者 实际是被木偶本身操控着 他以为 木偶是在按照自己的意志被挑动 而实际是被木偶的思维所操控着 怎么可能 苏宇摇了摇头 没当一回事 赶紧写回复吧 身上可是有卡片或者隐藏剧情的 但是想了半天 苏宇也没想起 按的剧情到底是啥 只好搞了一个很别角的回复 抱歉 你的剧情我想不起来了 等我能想起来了 我就回复你 写完 发送 这样行吗 嗯 应该可以 因为自己真的记不起来了 好 开完 这样想着的苏宇的手颤抖着 将鼠标诺上了黄油的图标 自己的手怎么抖成这样 算了 还是休息一天吧 自己这个手抖的都不行了 玩点别的吧 随即 苏宇打开了魔法战争 另一边 收到苏宇回信的 按直接满头问号 你在逗我 别人的剧情 你记得这么详细 我的剧情 你就一点都想不起来 你去别对待事吧 你等着 我这就上号 来阻击你 我从你的心态方面帮帮你 让你好好想想我的剧情 半个小时后 0 21 0 失败 苏宇直接原地心态爆炸 垃圾游戏 滚 右键 卸载 气得自己心脏疼 MD垃圾游戏 而就在苏宇的隔壁 苏宇玩游戏的时候 玉紫悠正在百无聊赖地看漫画 忽然 他看的漫画 到了一个小高潮 男主成信 带着女主闻奶半夜 去看非常漂亮的星星 啊 好甜 好甜 啊 这 一瞬间 玉紫悠脑海里的小剧场开始了 夜晚的星空下 自己和少爷 啊 打咩打咩 一想到那些少而不移的内容 玉紫悠便捂着自己的脸颊 在地上来回滚动 好 去草原 猛的 玉紫悠从床上翻了下来 少爷 少爷 玉紫悠推开门 直接冲了进来 卧槽 看到玉紫悠进来的苏宇 被吓得一哆嗦 MD 吓死自己了 干啥呀 苏宇有些不满地说道 我 玉紫悠兴致冲冲地看到 苏宇在玩其他类型的黄油 一瞬间 这小脸就变了 你为什么不玩那个 女仆系的黄油了 玉紫悠质问道 不想玩 苏宇很耿直地回答道 嗯 好 改天就给你把其他的黄油全删了 只留女仆系的 有啥事啊 你跑进来 苏宇不满地问道 那 那 咱们去草原玩吧 玉紫悠拿出手机 播放自己观看的那个漫画说道 看啥 你看这个场景是不是很棒 玉紫悠满眼猩猩地问道 嗯 你这没头没脑地给我看这玩意 我看不出来啥啊 好像是不错 苏宇附和道 所以 咱们去草原看猩猩吧 那个地方的猩猩很不错的 玉紫悠很是兴奋地说道 嗯 不想去 苏宇说道 哦 玉紫悠的声音显得很是失落 嗨嗨 其实 去一去倒也无妨 反正我也最近闲得没啥事 听到这个委屈的回答 苏宇马上改口道 算了 就当是上次雪山没去城的补偿吧 这次坐我的飞机过去啊 苏宇叮嘱道 上次的事情 可给他整害怕了 再给自己丢在大雪山里挨洞 自己可扛不住 没问题 玉紫悠很是激动地回答道 那咱们什么时候走 收拾收拾 下午就可以走 应该刚好可以赶上晚上过去看星星 苏宇说道 Nice 文言 玉紫悠回去 收拾衣服了 顺便还打开了自己的噼里噼里漫画软件 再次翻看自己的受到启发的漫画 啊 真是太甜了 玉紫悠像条曲一样的在床上扭来扭去 只有自己和少爷两个人在草原的星空下面 让我发一条朋友圈 记录一下我此刻的心情吧 马上就现实重现图片里的内容 图片 发送 恩哼哼 恩哼哼 玉紫悠一边哼着小曲 一边开始整理自己的衣服 而她在接下来 马上就会后悔自己刚刚发的朋友圈 另一边张如月躺在床上百无聊赖的刷着朋友圈 今天是她难得的休息日 她直接在床上躺了一天 脸都懒得洗 床都懒得下 忽然 她便看到了玉紫悠发的朋友圈 马上就实现图片里的内容 图片 卧槽 直觉告诉她 这里面铁定有猫腻 她想要干什么 张如月敏锐的嗅觉告诉她 这件事里面肯定有问题 死 稍加思索 张如月瞬间明白了过来 对于别人来说 或许还需要思考 但是对于她这样的高端玩家 她一瞬间便猜到了 这背后的故事 玉紫悠和苏宇 多半要去一个可以看星星的地方了 小白要杂 这我可不能放你过去 当即 张如月便拨通了苏宇的电话 喂 干啥 老女人 你之前说的 给我靠死魔法少女的事情 可还没有兑现呢 啥时候兑现啊 苏宇打了一个哈欠的说道 好啊 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都可以 张如月的声音 充满了诱惑的说道 嗯 这可是你说的 苏宇激动的问道 我说的 张如月点了点头 对了 你待会是不是要去什么地方 张如月看似漫不经心的问道 是啊 要去草原看星星 苏宇很耿直的回答道 带我一个吧 张如月说道 啊 为啥 不想带你 文言 张如月默默的发了一个几千张图的图集 你随便挑吧 等回来了 我都满足你 你这个让我很难办呀 苏宇还是有点犹豫 我们公司团建 介乘一下你的飞机可以吗 这个完全可以 机场 玉紫悠脸色抽抽的看到 画了一脸精致装的张如月 也站在这里 与他一对比 自己走得急促 素颜出门 简直就没有理由地输了一头啊 你在这干什么 公司团建 我乘个便车 张如月说道 公司团建 你的员工呢 那 张如月说着 将楚梦瑶和柳如烟推了出来 就是他们 玉紫悠 你看我信吗 这女人绝对是故意的 化这么精致的妆 而且还故意挑在这个时间 跑这里来 你和我说是公司团建 你怎么不干脆说 你是来旅游的 我信你个鬼啊 算了 不能让她破坏到自己的好心情 草原 星空 男女主甜甜的恋爱 这才是自己想要的 登机 随后 喂 你们几个人 怎么也上来了 坐上飞机的玉紫悠 看着也跑上来的张如月 几个人愤怒地质问道 搭一下便车吗 张如月眨巴一下眼睛说道 你没有自己的飞机吗 有啊 但是我不想飞 硬了 硬了 拳头硬了 哼 那个就是搭乘一段路吗 苏宇出来解释道 抱歉 老女人的cost实在是太香了 文言 砰的一声 玉紫悠揍了苏宇肚子一拳 卧槽 你打我干啥 你呼吸了 玉紫悠气呼呼地说道 苏宇 两个小时后 飞机变到了地方 到的时候 正好是下午六点 他们开了三个小时的车 便来到了预定的蒙古包 啊 苏宇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一下车便找了个床躺了下去 你啥时候要看星星了 啥时候喊我 苏宇说罢 闭上眼睛便睡过去了 然而 苏宇刚睡过去 就来人了 嘿 张如月一边笑着 一边走了进来 你怎么还跟着 玉紫悠多少有点嫌弃了 因为我们团建的地方 就是在隔壁啊 张如月怂怂间地说道 玉紫悠出门一看 发现隔壁刚好也有个蒙古包 你TM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亏我还那么相信你 闻言 张如月淡笑一声 顺势锁在了苏宇睡的床的床头 说起来 关于日记的限制 被解除了吧 张如月抬眼瞅了一眼 玉紫悠说道 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没什么 只是我在想 这个限制被解除的背后 到底是因为什么 不要转移话题 玉紫悠的眼神 已经越来越不善了 妈 妈 和善一点吗 今天来 是想和你聊一个重要的问题的 我一直在想 如果她完成剧情之后 会怎么样 张如月笑着说道 这与我无关 如果她完成了所有的剧情 那她就可以回去自己的世界了 张如月微微一笑 飘眼看着玉紫悠说道 嗯 玉紫悠说不出话来了 张如月问出了 她一直以来的担忧 如果是我的话 倒是希望她不如就待在这里 待在这 张如月的话 很有诱惑心 玉紫悠心动了 她的内心翻起了滔天巨浪 看到玉紫悠的模样 张如月知道 自己的目的达到了 这 这又不是我能说了算的 玉紫悠撇过头 看向了其他地方的说道 唉 真的吗 那不如你就继续按照 你原本的剧情 去搞款苏家怎么样 张如月微笑着问道 你要我去谋害少爷 是啊 毕竟 按照剧情 可不就该是这样 张如月饶有趣味地 看着玉紫悠说道 妈 妈 少我一个人的剧情 也不会影响什么吧 玉紫悠说道 唉 既然你是这么想的话 你确定还要放她回去吗 不然呢 这又不是我能决定的 玉紫悠说话的时候 很谢气 见状 张如月盯着她看 看 看我干嘛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玉紫悠被她看得有些不自在 妈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给你一个建议 趁早从这段感情里抽手 会比较好 免得到时候她的走的时候 收场的样子太难看 张如月说道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玉紫悠脸色赤红 脚变道 则则 在我这个老手面前开始演戏了 你要是真的不喜欢 不配合 我不信她那天晚上能得手 张如月一边说着 一边伸手 搂住玉紫悠的香肩 凑近了玉紫悠的脸说道 张如月的眼神之中 充满了挑逗 这些话说得玉紫悠无地自容 的确 那天晚上 她是有一丢丢自愿的成分在 大家都是女人 你和我装什么呢 文言 玉紫悠愧难当 毕竟 还是女人最了解女人 好人坏人 绿茶青春 一眼就能看出来 而男性反而因为缺乏沟通与了解 以及自身对女性的巨大幻象 反而常常辨别不了绿茶与青春 那么你呢 你想怎么样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想什么 一把年纪 还想老牛吃嫩草的老女人 玉紫悠一把推开张如月说道 她的满脸通红嘛 我这个人就比较诚实了 我就是想要把她留在这 张如月充满自信地说道 文言 玉紫悠大惊 看向一旁的苏语 还好 苏语还睡得正香 担心什么 让她听见也无妨 我喜欢阳谋 不喜欢阴谋 张如月笑着说道 哼 就凭你 三十岁的老女人 玉紫悠不屑地说道 没错 就凭我 张如月自信地挺身而出说道 嗯 这么一对比 玉紫悠的气势 直接被压了下去 你呢 你那么年轻 又漂亮 你打算就这么放她走 张如月微笑着问道 张如月的话直击玉紫悠的内心 我走了 你自己慢慢考虑吧 张如月说着 转身离去 路过玉紫悠的时候 张如月忽然伸出手 去掐了玉紫悠的腰一下 呀呀 猝不及防的玉紫悠 发出一声惊呼 居然说我是老女人 不可原谅 你别跑 然而 张如月已经先一步地逃走了 但 她怎么能穿着高跟鞋 还跑那么快呢 玉紫悠狠狠地看着 逃进自己的蒙古包里的张如月 张如月走后 玉紫悠一脸茫然地看着眼前的苏语 嗯 你真的非走不可吗 少爷 一股淡淡的愁思环绕起来 玉紫悠趴在桌子上 看着眼前的苏语 心里很是复杂 空气中都弥漫起了淡淡的愁思 忽然 一阵拖拉机一样的声音响起 苏语开始打憨了 这声音 直接震得玉紫悠啥心情都没有 虽然我知道这是人不能控制的 但是 你哪怕稍微等一会啊 我的心情全被你给震没了 玉紫悠的内心是崩溃的 要不你还是赶紧滚回去吧 随即 玉紫悠走上前去 伸手出去 给苏语扇醒了 嗯 嗯 怎么了 苏语朦胧地睁开眼睛 一眼便看到了正面无表情地 看着自己的玉紫悠 没事 少爷 重新睡吧 嗯 嗯 嗯 是不是哪里不对劲 算了 不管了 先睡觉再说 坐了那么久的车 可困死我了 哈 苏语伸了一个 懒腰坐了起来 此时外面的阳光照射了进来 嗯 早上了 玉紫悠不是说要看星星吗 他看完了吗 苏语打着哈欠地坐了起来 扫了一眼 发现玉紫悠症 一脸抑郁地趴在旁边的床上 他昨天一夜未眠 全在想张如月告诉她的话 看完星星了 苏语随意地问道 没有 苏语 那你大老远地跑过来 是干啥 这地方十月份都已经开始冷了 草都开始枯黄了 而且 他是按照内地的坐膝来睡的 现在是早上六点 外面还漆黑一片 要是想看星星的话 现在也正好是差不多的时间 少爷 你是不是一定要完成所有的剧情 然后回去 玉紫悠问道 嗯 忽然被玉紫悠这么一问 苏语有点发愣他 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问 有点意外 不过 想到对方都已经从自己的日记里知道了一切 他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是啊 我本来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苏语一边说着 一边开始穿衣服 话说得很随意 毕竟日记的事情早就暴露了 自己也没必要再隐瞒什么了 要怪就怪这个垃圾系统 坑我 草原这地方和江城的温差有点大 他得多穿点衣服 嗯 玉紫悠不说话了 他感觉心情很糟糕 别和其他人透露这个消息 你们几个知道就行了 知道不 苏语说道 嗯 玉紫悠点了点头 昨天晚上你没出去看星星 那就今天看吧 咱们可以多待一天 苏语问道 嗯 玉紫悠点点头 死 怎么回事 怎么感觉他好像兴致不高啊 你怎么了 心情不好 苏语问道 没有 玉紫悠说着从床上站了起来 有啥事就说吧 苏语笑了笑 爽朗地说道 反正对方也都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秘密 况且自己也有了其他弥补剧情的办法 他说话便也放开了许多 少爷能和我今晚一起去看星星吗 玉紫悠问道 啊 这 忽如其来的一句话 给苏语整不会了 死 没 没什么 你什么都没听见 玉紫悠惊觉失言 慌忙解释道 哦 哦 苏语也惊慌地答应道 MD 怎么感觉气氛怪怪的 感觉他哪里不对劲啊 怎么了这是 苏语的心里起了疑心 而就在苏语思考的时候 一个脑袋叹了进来 去吃饭吗 烤全羊 柳如烟问道 帐篷里 桌子上 烤的金黄的羊肉 和啤酒 旁边还有珠星的歌舞 有点意思啊 这个地方 苏语看着旁边 充满西域风情的厌恶 内心很是欢愉 自己每天坚持看美女 就是为了心情愉悦 死呀 玉紫悠看到苏语的样子 狠狠地踩了他的脚背一脚 死 苏语倒抽一口凉气 回头看了一眼玉紫悠 然而 玉紫悠却吹着口哨 假装不是自己干的 别装了 谁不知道是你啊 你最近越来越过分了呀 苏语感觉很无语 看到玉紫悠的模样 张如月微微一笑起身过来 坐到了苏语的旁边 来 陪我一起喝呀 张如月 故意凑近苏语的胳膊说道 卧槽 老女人 你想干什么 我不能一错再错 苏语的内心很纠结 而张如月 则是悄悄向着玉紫悠 偷笑了一下 你TM的 玉紫悠想撸起 袖子打人了 她居然还故意挑衅自己 好啊 纠结之下 苏语欣然举起了酒杯 蹲蹲蹲蹲蹲 冰啤酒 再加上烤得刚刚好的烤肉 简直就是极品啊 而玉紫悠 则是在一旁吃得并不痛快 她一直都在想苏语 要回去的事情 因此心情并不怎么好 再加上张如月 在一旁不断地刺激 心情越发糟糕 我 我去上个厕所 玉紫悠只吃了几口 便有了饱腹感 虽然她能感觉到 自己其实肚子里 并没有吃下什么东西 完全是一股气在堆积 导致自己吃不下 但她还是不想吃了 刚好有点内急 便借口去上厕所 离开了宴会 苏语则是就着啤酒和烤肉 吃得很是爽快 酒过三旬 苏语发现玉紫悠还没有回来 心中奇怪 于是便借口如厕出来寻找 片刻之后 苏语在自己的蒙古包里 找到了玉紫悠 她发现玉紫悠正盖着被子 趴在床上哭 嗯 苏语缓步地走上前去 怎么了 苏语问道 没什么 不用理我 玉紫悠多少有点赌气地说道 你说气话呢吧 苏语微笑着走了 过去坐了下来 酒乐正当时 少爷何不继续享乐 玉紫悠气鼓鼓地说道 嗯 不对劲 真的有点不对劲哦 你生气个什么劲啊 我看你迟失未归 所以出来找你 苏语耿直地回答道 啊这 玉紫悠心中一喜 不过随后 遏制自己的心 喜冷冷地问道 是因为缺少个倒酒的吧 她最近到底怎么回事 越来越不对劲了哦 那天晚上的错误 你想要我怎么弥补 可以说哦 一般来说 在这种的世界里 只要被主角染指过的女人 最后都会无可救药地爱上主角 尤其是此前与主角 是敌对关系的女人 被染指过后 直接一夜倒戈 离谱到逆天的程度 仿佛主角的 有某种魔力一样 不过 苏语还是很有自觉的 自己又不是夜晨 没有这个本事 所以对于那天晚上的事情 她的态度 一直都是很谨慎的 的确是 苏语想了想 给了一个很耿直的回答 你TM 玉紫悠悲气的眼泪 直接决定 侍女而已 此地女子众多 皆可为少爷针灸 但我就想让你道 苏语说道 哼 你 你这把戏 可哄骗不了我 身体不适 仪态不稳 不到 玉紫悠气的回答道 故意气我是吧 那我也气你 听到玉紫悠的回答 苏语苦笑不已 真是恃宠娇啊 普通的侍女 谁敢和自己这么说话 也就只有这一个了 嘶 什么时候开始 她可以和自己亲近到这样了 苏语猛的一惊 发觉了一个事实 对哦 自己这算是骄纵吗 反正 她好像不知不觉之间 就获得了 莫大于其他侍女的权利 嘶 这是为啥呢 因为 她是剧情关键人物 还是因为其他 丁 发觉有隐藏卡片 隐藏人物 已经做出标记 忽然 一到系统的声音响起 苏语低头一看 发现系统标记的 正是玉紫悠 哈